我叫做夜主义 穿越到修仙世界 本以为可以一路开挂 做得各种美丽和怀送到 可是当睁开眼那一头 发现自己正被一群小孩欺负 当时就知道这事情很简单 自己这句身体 无背景 无天赋 无实力 妥妥的三无产品 但是 我不想放弃这个来之不易的修仙技术 一直勤奋苦恋 经过三年磨砺 我最终成为了一个仔 就在刚刚 我突然听到一阵数据夹带的声音 抬头看去 一个系统页面悄然出现 望着那渴望已有的系统面 我激动得全身都在掺 忍辱负重这么多人 我终于等到了 我果断朝着是拍得下去 我终于要开启开挂的人生了 来吧 我的逆袭系统 叶楚云 体质天煞孤星 令数大难领头 结局 一个月后 依旧无法踏入那那银镜 被追出如云剑 下山路上被劫匪一刀毙 瞬间我一口老血補了退 亨叠的系统不带这么晚了 人生无常 大长包小长 我叫叶楚云 这就是我的开挂人生 估计然还剩一个月的时间 那就说明还有回旋的余地 我在努力升到那铃镜 一定还有机会能扭转命运 就在这时 我突然听到有人说剑 我朝着人群望去 顿时大惊 发现我竟能看见 每个人的人生命运 而他们所说的剑子就是大师兄 年纪轻轻就达到了通悠久 动人议论的肖大师兄 我得知了肖大师兄的结评 还杀气急重 稍有冒犯就会被他杀 既然这个肖师兄这妖女 那我就看看他的人生吧 我看不知道 一看下一条 这特么才是活脱推的主角吧 体质 天选之子 命数 如有天助 天人资质 一个比一个牛逼 结局 成就大地之位 一剑可斩十万天母 只因杀念太强 最终被正道围攻 死于断神雅 近期转折 意外在一颗歪脖子室下 获得一株无品血缘骨骨骨 这样的天赋确实惊人 等等无品血缘骨骨骨 那可是稀罕的宝贝 我吃了应该能立马突破到奈灵镜吗 既然如此 性格攸关 对不住了 师兄 我当即赶到北川峰 果然发现了血缘骨骨骨 找到了 只要吃了它 我应该就能摆脱 被赶下山后惨死的命运 我二话不说 立即春夏 虽然味道有点恶心 但是顾客慢走 我立马抓紧时间吸收了钱 一下子突破了三层 直接到了奈灵镜 这下就不用担心 被赶出流于中路 此时大师兄忽然出现在我身后 冷冷问道 你在这鬼鬼祟祟干什么 看来该来的还是得来 正当我想着如何答复时 随之近看见他的人物面板变了 老天爷未犯未得也太过分了 好家伙 没了血缘骨骨 立马就给他补上饼盘眼睛 没有时间惊讶 只得甘大的撒谎 说自己奖心踏入内人机 正准备去内务阁 参加外门弟子考虑 不过对方一点好脸也不敢 只是淡淡地说的 放完事就赶紧过 要不是答应师 不再随便杀人 你早就是个死人了 听到这话 我也不再有了 不坑里坑水 我赶紧谈媚地笑话 师兄 南巡峰今日雾气失重 山路凝溺 还请师兄当心 听完我的话 他果然停住脚步 换出宝剑 蓬蓬而去 看到他离去的背影 我忍不住笑声声来 谁不知道你 萧萍天是个死结兵 什么天选之子 气韵加深 还不是被我夺的气韵 经过一番忽悠 大师兄决定不再去团队 而是向着相反方向离去 我独自来到安泰区 田径冰冷刺骨的水底 果然发现了寒烟剑 结果手刚一接触到剑底 立马被一股寒冰轻视动静 可可的寒气更是钻入体 使得我的身体开始流血 我强忍送一大喊一声 猛地将寒烟剑给拔出 下一步 刚刚还寒冰刺骨的水底 竟然爆发出了一阵门状 这熟热的温度让我一惊 老手一饱 变为窝人 还被冲起的寒烟剑 整个人失去了平衡 向着水底乐趣 要知道 乾隆大陆法宝分为四大品级 凡气 灵气 宝气 法气 每种等级又分为上中下三个品级 整个刘云宗只有一把上品法器 并且只有在灭门大难时 才能由宗主持法器一战 刘云宗长老们大多也就只有下品法器 而这寒烟剑就是一把下品法器 虽说是下品法器 但是法力实在紧紧 我能感觉到有一种寒烟循环之气 正在我体内流泛 这简直就是全自动修仙辅度神器 我想着自己踏入了那名剑 还拿到了寒烟剑 这下我应该能改变命名 走上人生巅峰了吧 结果打开系统面板 依旧是天煞孤星 命数 大难临头 结局 坎可求去了大半辈子 好不容易有所起诉 却遭人暗算 最终被推下悬崖粉身碎 近期转折 一个月后遭仇家所杀 死无葬身之地 看到这样的结果 我整个人都惊了 折腾半天只是换个死法 越是小树林传来的叫喊声 我听到了赵玉虎那恶霸熟悉的声 因为这个赵玉虎 仗着他哥哥入了那等 整天为非作祟 估计又是欺负哪个杂役弟子 等着狗到天下无敌 所以我直接掉头离开 继续嚎啸萨天羊毛 保住自己性命要紧 与此同时 小树林里一个女孩撕心裂飞的叫喊 救命啊 你们不要过来 赵玉虎带着一群杂役弟子 让他叫大声点乱起来来 说这个众手撕扯女孩 看能不能为谁 我瞬间就忍不住 飞身上前就这一拳 将他的隔夜饭都打了出来 接着就是一剑 将那肥头大耳的赵玉虎快飞机身 然后摆出一个帅气的口 淡淡地说道 地区男人欺负一个入民 还是人吗 当众人看到来人数 赵玉虎愤怒到了极致 一个废财扫地的进展 他坏他的好事 众人也是一个个争着要上前 教训他们眼中的这个废人 我却淡然地说道 不好意思我赶时间 你们一起上马 这骚话谁听了 不上去踩两脚 我心想正好拿你们试试 这寒颜剑的威力 大平法器威力凶猛 一个雷霆断跃着 秒杀几个杂役完全不再滑下 顶是一个照面便将一群人摇杀 但却没有瞎杀手 只是将人全部中伤 飞机冷冷开口 让这群败类滚蛋 一群人眼看不敌疯狂逃跑 逃跑的同事还叫肖让我等着 此刻的我却有些后悔 生怕肖平天这个大羊毛不在 这是被救的女孩起身感情 我刚想回头跟她说不用客气 结果却让我如遭雷批 秦熙眼 体质 地转世结局 命述 未知 结局 九世轮回中破天地大岛 却在飞生之时死于九天雷劫之下 近期转移 三个月后觉醒轮回地 地体重塑 气运回归 被流云老祖收为关门地 我整个人都杀了 这这么个合理 随手救人竟然是个转世女 妥妥地救下一个大腿 因为我下巴都要掉到大手 然而秦熙眼此时似乎还未觉醒 一脸懵懂地问我 我一边笑着说没事 地边从怀里掏出三颗固圆丹递给他 秦熙眼小脸一红 娇羞地说道 师兄今日出手相助 熙眼已经感激不尽 这固圆丹太贵重 他不能收 我见他不愿意拿 干脆抓起他的手 不顾他的一脸娇羞 将丹药塞给他 一副帅气逼圆的模样说道 我不能一直保护你 唯有你自强 我方能安心 收到我便潇洒地转身离去 只留下他一脸羞红 虽然我已经走远 但也听见秦熙眼 那心中碰碰乱跳的小鹿 而落荒而逃的赵玉虎等 见我没有追上来 便坐下来开始总结 这叶楚云走了什么狗屎运 那把剑绝对不走 也就不忘了我哥 可是远海三重镜 别说剑就是他的脑袋 我也要拿下来 此刻正在云霄阁 寻找萧平天的我 却不知道自己已被人盯上了 我刚感叹着云霄阁 那恶笨大师兄 又突然出现在我身后 悠悠地问道 你在做什么 我吓得菊花一气 猛地转身 抱着一根大柱子 嘴里不停地念叨 阿弥陀佛 阿弥陀佛 不过这柱子居然还有点软 别说还挺有弹性 然后还有一个人 萧平天当了发 我立马蹦出9.99迷远 装作没事人说道 这内务阁好大呀 走着走着就迷路了 还好遇见师兄你啊 萧平天不耐烦地摆了摆手 生气道 这里是云霄阁 内务阁在哪 快滚出去 别妨碍我修炼 我嘴上恭敬道歉 心里却想 要不是为了薅你羊毛 谁愿意大晚上来这 找你这个死结痞 当看向萧平天头顶的系统面板 好家伙 原来前期被我截糊的 血缘骨疼和寒颜剑 都只是开胃菜 在拜会宗主时 获赠机缘线索 一个月后前往后山 立珠洞天 顺利获得刘云宗先被传承 并于当日成功赶悟 修为突破成功踏入万法际 第二天一早 我高兴地坐着第八套广播体 原来在刘云宗踏入内缘境 正式成为外门弟子 而每个外门弟子 都有一次进入藏书阁 而每个外门弟子 都有一次进入藏书阁 寻找机缘秘籍的机会 我为了找点羊毛蒿 早早地便来到了藏书阁蹲点 蹲守一个早晨了 全是平平无奇的倒霉蛋 我起身准备离去 打算明日再来看看 可是一个粗鲁的声音 引起了我的注意 快滚别挡本大爷的路 张人峰五道世家 近期转折成功踏入内缘境 在藏书阁废堆里 发现一本玄阶上瓶秘籍 混原剑胎 看到这样的信息 我直呼皇天不负有亲人 一听就是专门阶修的练成秘籍 这下我们真是主熟的鸭子掉完脸 直接来到悬崖边开始修炼 他两个时辰的工夫 又突破到了内缘三统 这混原剑胎 不愧是专门给剑修的练成秘籍 身体机能越强 修炼的实力越强 我忍不住再次打开自己的系统面 结局还是没有变化 只是时间已经在倒计时了 头家是谁暂时也不得而知 既然如此 还是敢能拿的机缘都拿得在水 睡时候去闯一下黎珠洞里 正在着突然脚下一花 只感觉整个人悬浮在了空中 还好最近修为有所整进 突然砸在地面的一瞬间就已经打了 我还在不断庆幸自己是天煞孤星的命 换做其他人还真不能比 正当我准备离开的时候 就闻到一堆血腥味 那血腥味是从一旁的山洞中盛出的 我感觉洞内蕴含新的气 便顺着血腥味来到洞内探索一本 哪知道才刚走进去没多久 我便被里面的景象吓了一大跳 只见洞穴里面横七竖八旁的 流云剑宗弟子尸体 不等我多想几人手持活把走的剑术 随后外门长老廖昌平 带着另外两人立生问道 你是流云剑宗的外门弟子 可是接了任务来的 我连忙解释自己是摔落山崖 然后闻到血腥味才来到这里 一旁的内门弟子却一脸不幸 你一个刚入内原镜 摔下山崖 众人四周搜寻 并让那个胖子和我一起 闻言我就邀请胖子一趟前往 而胖子却一屁股坐在地上 假装不小心崴着了脚 想让我走前面 我却不在意 走在了最前面 因为我早看过胖子的人生面板 知道他的机缘就在洞穴深处 而且还是结识贵人这种大机缘 很快我便在洞穴深处找到了一位幸存者 想必这位师兄应该就是系统所说的贵人 接着我打开他的人生面板一看 果然又是一个天生的好命感 而他的机缘更是会在洞穴里 捡到一颗神秘原胎 我心里一阵怪笑声后 抬手就是一大逼都 扇在了同门师兄的后脑勺上 在确认师兄是彻底昏死过去后 我旋即在周围摸索起来 果然在一块大石后面 发出强烈的奇异光芒 在我苦苦搬动大石后 出现了一间密室 当我进入密室一看 一颗散发着金光的原胎 赫然悬浮在石桌之上 除此之外 还有一本名为山海意志的秘籍 让我没想到的是 这原胎居然还能引动天地灵气 于是我当即打开自己的系统面板 将两样宝物美滋滋的收入储物空间 随后才将那名受伤的师兄 带到众人的面前 在查看师兄的伤势过后 廖昌平吩咐两个内门弟子 留下守住洞穴 接着又掏出一枚信物递给了我 让我拿着信物回宗门 领取任务奖励 文言我欣喜不已 终于完事了 接下来就可以去掠夺 萧平天的气韵 当天夜夜 我便来到了黎珠洞天 接着我拿出大宝剑 劈开了那部 随后纵身一跃 跳入瀑布后那隐蔽的洞穴中 幸幸今天后山都无人把守 应该都要去看守临时矿了 我才刚进洞穴 就发现两柄巨大的石剑立在门口 看着上面的文字 清楚这就是系统所说的传承试炼了 想到这 我直接抬脚走了进去 下一秒我便出现在一个神秘的空间 而眼前的一切让我震惊了 一众妖魔魅影堆叠着不断向上攀爬 而其上空是一名身形傲然的剑袖 只见他手持利剑 一身强者之气 随后口面反出 凌空挥动利剑 无数剑气迸发而出 剑气所及之处 妖魔魅影 金属灰飞烟 我不又赞叹 难道这就是刘云宗曾经的顶级剑袖吗 不过 忽天带地的剑气已经是被我身杰 我急忙拿出寒烟剑进行抵挡 见此情形那名剑袖轰坑道 无知晓儿 若想保密 速速离去 而我怎么可能轻易错过这机缘 当即拼尽全力进行抵挡剑 我还在赋予抵抗强大剑修大手意志 一道两米足的剑气纷然落下 稳固的力量让我单膝跪地 可即便如此 我依旧没有放弃 自从来到这个世界以后 路过的阿猫阿狗都能随意欺辱我 我每天做梦都希望能反击 现在好不容易有一个翻盘的鸡 我想活下来 我想成为人上人 很快这股剑气就将我彻底包裹 等下一秒 他却皱起眉口 以为打死了好不容易找来的一波继承 还自我安慰 觉得是自己最后一下用力功 下次一定收点力 可就在这时 那剑修神情一阵 烟雾散去我非干西部 却硬生肉藏住了霸道的剑 而且即便是失去了意识 却依旧保持着抵挡之姿 见此情形 悬浮在天空的剑修 却突然仰天长相 好一个坚韧不拔的小子 唯有坚定的心智 方能成就无上剑道 老夫终于能安静于去了 说把剑修的残魂开始消散 而我也放反倒下去 在我倒下时 却将剑修所说的话记了下来 大和剑法 共十二层 用心练习就能进入万法境 星圆剑法 乃矿式剑法 或许可到达剑道巅峰 只可惜只有上部前五层 下部最有可能出现的地点 是在南方蛮荒 当我醒来 发现自己身在一个洞穴当中 旁边赫然是那名剑修的遗体 而石桌之上摆放着两本剑 供我选择 小孩子才做选择 我自然是全都要 时光流逝 宗门上下也孤苦找寻我四天 而就在同门师兄都以为我已经遇害 我却从西边一路哼着小曲自己走了 宗门的长老廖昌平看到后 立即出声询问我这几日都去哪 我随意地说下山修炼去 这不算这日子回来报道了吗 长老并没有兴趣听我闲扯 摆了摆手表示让我随他一起去见宗主 文言我心里咯噔一下 很快我便跟着廖长老来到云霄大地 而后一名师兄笑嘻嘻说到 叶师弟终于见面了 本人正是我之前在洞穴救下的那门弟子段号 这时一旁的宗主顾贤德突然开口道 你就是叶楚云 他话音当中 一股恐怖的威压瞬间朝我袭来 我急忙稳住身形拱手说道 弟子叶楚云见过宗主 电状顾贤德大笑一声 你小子不错 三日后的那门大人 可不要让我失望啊 看我猛逼的样子 一旁的廖长老解释道 原来是宗主想挑选一些外门弟子回应中 而段横师兄举荐了我 询问廖昌平武阳山弟子被杀调查的怎样 文言廖昌平有否说道 还并未发现任何踪迹 不过据调查 赤鬼宗最近人员调动很频繁 或许有些关系 另一边 为了能一举拿下这次的那门大路 我第一时间来到了后山 打起了手上 在立珠洞天四天内 我已经把大和剑法炼制三层圆满 青年剑法炼制二层小城 境界也提升至了那圆八重 修炼果然还是要靠单药和环境的加成 另外还我找到了一本星导万花剑 和一块不知用途的罗盘残品 但仅仅是这些 还不够面对那未知的死 或许是烦躁这次狮子飞的更名 就在这时 一片树叶搜的一声朝我射来 见此情形 我急忙甩出手中的石头 将树叶一分为二 随后我猛然看向身后到底是谁 只见一个老者坐在大树上笑道 好小子 我果然没看走眼 现状我立马打开他的人生面板 发现他竟然是刘云宗的前辈邓童 命术 浩然正气 欲物如神 九剑仙 单身贵族 结局 百年前再与人交手重伤 修为大跌 最终在刘云宗隐庆埋名 闲散逍遥一声 近期转折 下山买到假酒 一路之下砸了酒铺 忽然系统弹出提示 恭喜宿主获得紫色命术顺踪顺水 虽然多了一个紫色的命术 可惜还是免不了一死吗 不过所谓的贵人 该不会就是眼前这位了 于是我毕恭毕敬的拱手作医 老者文言哈哈大笑 不愧是拿走混员剑胎的小 是个可造之才我没有看走眼 随即就将一本七弦剑法扔了馆 我立马接住 老者则是说道 我看你体内元气欲紧 这本剑谱拿回去练练 对你有好处 文言我拱手致谢 可老前辈却表示 不用谢 他就在内务里了 有时间的话 便去寻他 老头子年纪大了 喜欢跟年轻人聊聊 听到这话我连忙说道 前辈放心 晚辈若有时间 会去拜访我的 老者看着我离去的背影 浮出一猛笑语 觉得我的性格不错 这么多年了 那老家伙留下来的剑法 终于有人继承了 很快时间便来到了宗门大笔 此刻中弟子兴奋至极 听说这次那门大笔的奖励 比一晚的丰厚 第一名能得到极为罕见的杜沃神诞 还能任选一本秘籍 甚至还能成为那位影视长老的清传弟子 可我却一脸无奈 怪不得这么多人抱你 排队排死我了 忽然一只胳膊猛地搭在我的肩上 滚出来 给老子让位 我却一脸无所谓 淡淡地说道 后面排队去 男人听到这话气炸了 你哥们说什么 我腻了 可话未说完 我便一拳打在他的肚子上 瞬间就将他打飞出去数十米远 哥们的 老子最凡装逼插队的人 看着倒在地上的男人 队伍里有人认识 这是今年风头正盛的何首席 居然把他一招秒了 这家伙也太猛了 大个子邱志平觉得我的力量很错 扇子男徐若清 则是问一旁丽一女 丽一女孩叶倩 却说两招之内就能解决掉 咚咚咚 中门大队开始 第一轮百人混战 所有暴龙弟子站上波台 调出阎舞台范围 则视为淘汰 而我索性直接扎起马路 爆出真气 瞬间就让任何人无法靠近 第一轮比赛结束 只剩下的三十人 我顿时有种苦尽甘来的感觉 终于可以体验到 一丝丝穿越来的体验感 第二轮 抽签一对一 胜者绝出十二起 败者直接淘汰 我开启了一拳超人模式 一拳就解决掉了 不停叫扰的对手 第三轮绝出起六起 我伸了伸懒腰 没想到这么轻松 就到第三轮了 可众人看着我的对手 却一论起 白竹青这家伙都来了八次了 还真是屡战屡败 屡败屡战 我顿时冒出一股冷汗 八次都没进内门 这是什么情况 下一秒打开 他的人生面板 我瞬间内门 终于遇见 比我还倒霉的人 命数 满身晦气 衰兽千年 事与愿违 降于 结局 虽然走被孕一千年 但却在千年之后后继薄伐 成就一番大意 近期转折 前往青霞峰 捡到一块玉卷 不过境界却是达到了远海一处 他看到我的表情也是一愣 看着眼前这个千年倒霉蛋 我也只能道询问好 但白师兄承让 对方却阴沉阵 说了一句 夜师弟 我要开始了 我还在想着 这家伙虽然倒霉 但是修为境界却不差 不能掉以轻心的时候 他发音刚弱 就朝我丢出无数头子 而且这些头子 靠近我时变得巨大物 我眼神中充满了战役 深吸一口气 然后使出了 对黑的橡胶机关枪 巨大的头部 以后乱打一斤 成了渣渣 观战的人群惊讶不冷 他们没想到我竟如此之寞 一拳一个 甚至觉得我才是外门的黑马呀 白竹青却是不屑一步 嘴角上扬 随后再次发起攻击 身形快若闪电 嘴里说着 叶师弟 刚才只是开胃小猜 现在才是真正的 然而他话还没说完 却因踩到一块碎裂的头子 而失去平衡 脚下一滑 不对 他那的眉神体就在此发 接二连三滑了起来 随着啪的一声 直接摔下了擂台 躺在地上的白竹青泪流满面 他不知道自己为何每次都这么老 他这一招打我也整个困 惊得我下巴都要掉下来 那你 这特么野心 随着裁判的高和 我莫名其妙地赢下了这场比赛 此时在最高处的看台上 刘云宗宗主顾贤德 见此一幕也乐呵地笑着 同时他旁边还站着一个 身谈漫妙的红衣 两人一边看着几处擂台战斗 一边分析自己对弟子的看法 顾贤德觉得叶茜之丫头 是今年最有可能拔得头筹的学生 而红衣女子却不看好 在他看来此女心高气傲 可惜实力配不上野心为敬 顾贤德又把目光看向 拿扇子的徐若清 红衣女子的评价是太过正派 修仙意图不能太刚正过了 顾贤德见他如此调体 当即表示这两人 已经是本届最好的 这还看不上 那恐怕就没他满意的人了 女人正是刘云宗老祖宏秀 他对于顾贤德的话并不在乎 而是看着正在耍扑的我 觉得我就很不错 变课后进行六镜丝第一场的 第三轮比试 叶楚云对战叶茜 叶茜注视着我 高傲地说道 你能走到现在运气不错 但是遇到我说明你运气又不错 躺下的人群议论着叶茜是外门最强 修为以达远海似重景 觉得我输定了 随着观众对叶茜的赞议 他更是自傲 阴沉着脸让我早点认输 我拿起木剑战起 淡定地说道 并且我从来没有过那种东西 文言 叶茜轻蔑一笑 在他看来我就是不识好玩 他直接做出了愿语剑 轻手 位置无数剑戚 引接着双指指向我 顺时那些贼战就直奔我 我横剑在胸前 两股能量相撞 瞬间炸开 无数剑戚并速被我抵挡下 只见一层能量护照绝剑形成将我包裹 我使用的正是七弦剑法中的格挡 见自己全力一击 被轻松格挡 叶茜也是不敢相信 然而就在此时 我体内的原力突然波动无挡控制 同时叶茜快速袭来 在他看来我就是碰巧倒下他一枪 再到近身 叶茜直接一剑劈下 此时我也调整好状态 并且完成了蓄力 当我再次睁开 抱负一声 灰剑迎上 台下的观众都以为我疯 竟然想用木剑和叶茜的中品 零器对击 当两人的剑碰到一起 零剑发现了不对劲 他感觉我的原力深不见 无穷无尽 但是木剑始终是木剑 不久之后便出现裂痕 最终在叶茜的攻击下化为粉末 最后我的身影也被一剑冻穿 对方收回零剑 嘲笑我这点实力进入外门前 十二已经算走一 想进内门就是吃人说梦 看着倒地的我 在听着台下众人的赞美 红袖老祖却是平静地说道 顾贤德 你什么时候也老眼昏花了 方才这小子使的是 山下舞者接会的七弦剑 虽有改动 但骗不过我 而他的武器 更是一把随意打伏的木剑 在这种情况下 叶茜都没能重伤他 这小子在隐藏实力 方才怕是七成力都没敢使出来 我刚站起身来 就对着叶茜黑黑一想 你是不是高兴得太早了 叶茜看着我甚至连伤口都没有 顿时大惊 我也很是无奈 都怪树叉上的老头 在我跟叶茜对剑那一刻 突然传音过来 他觉得我七弦剑法练得不错 以后若想跟着他练剑 须做到两点 进入内门且拔的内门头筹 另外 不能拜任何刘云宗长老为师 本来想拿个第六名 低调进入内门 我无赖地挠了挠头 想着自己现在身怀剑无名的传承 若是拜刘云宗的长老为师 铁定会报的 既然邓鹏祖是我紫色命数的贵主 我便相信他 分后看向叶茜 开口说道 这次怕是不能让你赢了 叶茜一脸疑惑地说道 就凭你 你剑都没有了 拿什么和我斗 我长叹一口气 叶茜 你的天资与你的家事背景 脱不了干系 但凡有点天赋 一头老母猪也能上天 叶茜被我的话瞬间激怒 直接使用了秘法 只见他一口咬破手指 将手指上的血液 划在剑身上 随着血光环绕的剑 就冲向我通了过来 只见他猛地一跃而起 喊向我的右肩 吓一鸟 寒烟剑出现在我手中 随意地格挡了一下 他的剑就脱手而出 叶茜只感觉手上 传来一股滚烫的温度 不得不放开自己的剑 任由其掉落 当剑落地后 叶茜看着自己 还冒着烟的手掌 完全不敢相信 刚刚发生的一切 当他再次看向我的时候 只感觉我的气势无比的鼓 跟之前简直是判若两个 他感觉自己在我的面前 如同蝼蚁一般的渺小 我高举了一剑 叶茜 你真的太弱了 然后 曹叶茜挥出了 无比霸气的一剑 叶茜没有了剑 只能靠着双手去敌 一剑 叶茜上发出巨大的爆炸声 旋起 叶茜倒飞了出去 观众全部射掉了嘴 难以置信 这是一剑秒了吗 这特么还是 干的事吗 这压刚入外门几天了 进步也太恐怖了 一号场叶茱林胜出 二号场邱志平胜出 三号场徐若清胜出 抽签交换战场 进行第二轮战力排 邱志平抽到我 一阵大笑 裁判 这一场我认输 裁判一脸无语 你倒是上了擂台之后再认输啊 邱志平笑道 大家都说我是一个含火 但其实我机智的一批 然后 他看向我 竖起一个大拇指 说道 林师弟加油哦 第三轮结束 邱志平自动认输第四名 徐若清不敌我 排名第三 东和实力较强的叶茜第二名 我自然拔的头筹 大笔最后一轮 与内门弟子对战 采用替换制度 一旦内门弟子失败 即刻逐出内门 胜者则进入内门 而赵玉虎的哥哥赵玉龙 笑着走进擂台 享受着重心捧约般的感觉 赵玉虎提高嗓门大喊 哥你快跑出 你不是叶茜年的队 可惜太过嘈杂 赵玉龙却是啥也没有听到 赵玉龙还以为弟弟在给你家人 比出一个自以为帅气的姿势 回应道 五弟放心 哥哥会替你报仇的 赵玉虎却是我的脸 知道玩犊子了 我不其然 赵玉龙毫不犹豫 就选择了我作为对手 赵玉龙振振有词地说道 这可是我特地跟长老求来的名义 今天我就来挫挫你小子的锐气 周围弟子见状瞬间愣住 这货才应该叫赵玉虎 真这么火啊 而一旁的赵玉虎已经泪流满面 哥 是我对不起你啊 赵玉龙一脸明笑地看着我 让乖乖给他磕头认罪 还想要我的寒颜剑 我只能表示 我好怕怕 剑撞赵玉龙便犯起了红眼病 冷哼的 敬酒不吃吃法酒 说完就拿着长剑就朝我根系而来 嘴里还叫嚣着 今天要打得我满地上 结果他一个恶狗不识 顺势一刀劈下 却被我轻松躲开 赵玉龙见我只是闪避 别嘴不屑一笑 小子 你再不出剑子就来不及了 我悬于半空握紧拳头 淡淡开口 对付你 不用剑 悬急就是一拳风车 赵玉龙被震得倒数你 不可置信地看着我 我身形四剑朝他洗去 顺势便使出了 喷流绝技铁 撞得他喷出一口鲜血 然后赵玉龙身形 如同炮弹般飞了出去 就在他要摔下擂台时 我却伸出一只手 猛然一把抓在他的脚上 赵玉龙顿时留下了感动的泪水 心中直呼我试得好 随后我挽起了大锤八十 小锤四十 来回用赵玉龙的脸 修补擂台 台盘这时一脸冷汗让我停下 心中觉得我是在公报私仇 我一脸呆萌地表示赵师兄还没认输 赵玉龙这一听立刻抬起头来 断断续续说出 我认 认输 看着被打得鼻青脸肿的赵玉龙 周围弟子的证无赖 对此本次内门大比结束 进入内门的弟子共有四五 并且都能够获得丰厚的奖 然后只见顾贤德带着红袖 往缓走出来 并介绍道 这位是青霞峰的红袖长老 今天来 是为了在你们中挑选一位 做他的青传弟子 闻言 叶倩开心不已 以为会选择他 但红袖却开口就是问我 你可愿意拜我为师 我虽不敢称自己剑法无双 但万法靖已经先有敌手 拜在我门下你的时刻 而且青霞峰你弟子中毒 到时候也好为你说一名青事 众人听后 都是羡慕不已 叶倩更是气得嘟起了嘴 我却拱手对着红袖说道 红袖长老 我很抱歉 我只想做内门弟子 不想做青传弟子 他一嘟 叶倩一行三人顿时大惊 红袖一脸怒意 地旁的顾贤德提醒道 红袖长老多年 没动过收服的面包 看上我是我的机缘 但我依旧表示 自己没有做真传弟子的拉索 红袖摆了摆手 难得还有人不愿意做他的弟子 倒是有趣 但紧接着对着顾贤德说了一句 既然他不想 那就好好让他做他的那门弟子 我长叹一口气 要被那个臭老头坑死 不过 拒绝红袖 除了答应老头不败任何人为师 还有一个重要的原因 就是我早看到了红袖的人生面板 静剑 阴阳静的强者 命术 镇派宗师 红颜薄命 求道者 大献将至 苍生一面 近期转着 在清霞峰丢失一块玉绝 看似完美的人生面板 可惜 大献将至 寿源将近 香消玉养变在一顺 推击跑到内务阁藏书楼 抱着一个遭老头的大鼓声味巨响 要求老头对我复杂 并告诉老头 都是因为他老人家 我才得罪了 清霞峰的红袖长老 清霞峰可是 只收女弟子的一脉 整个刘云宗 没有哪个男弟子 不能住在那里 老头却让我别哭了 保证一个月内 助我踏入远海境 见我不相信 老头坦白自己 是有了教授我的心思 说着就要带着我去三楼 任我随意挑选一本秘籍 闻言 我两眼冒光 要知道三楼那里 可是清传弟子 才能借约的秘籍 我直呼赚爆 就在我认真挑选的时候 老头却很是无语 因为我已经挑选了 整整一个小时 我很是苦恼 因为拳法和长法没兴趣 身法种类又太多 老头却很是满 觉得我没有继续探不见 而是虚心弥补不足 是一个可造之才 他决定帮我选 拳击一本名为 充须鬼法的地阶上品身法 直接飞了过来 我拿着这本身法 很是开心 因为学会后能举步生风 幻影迷行 随后又在邓鹏祖身上蹭了蹭 问他跟红袖长老熟吗 邓鹏祖一脸嫌弃地回答 他们认识很多年了 转念一想问我 又在打什么鬼主 我立马解释之前 得罪了红袖长老 想弥补一下 邓鹏祖想了想介绍起来 红袖长老虽然看着冷酷 但对徒弟都很好 青囊相授只可惜 他的几个徒弟运势都很好 时常碰到大小机缘 但凡是讲究因果 得了不属于自己的东西 终会被反噬 我瞬间明白他的徒弟都死 原来这么多年 红袖很少收途 就是怕有白发人送黑发人 不过以他的命格 一般人确实顶不住 邓鹏祖听了我的话 提醒我 他虽然叫红袖 但却是目前宗门辈分最高的人 内门长老皆把他称为刘云老祖 我一脸震惊 想起了那天晚上 被我所救的秦夕炎 他的近期转折中 就是会败在刘云老祖文下 就是我能提早让他们见面 那可是给了刘云老祖一个大礼物 他应该不会再找我麻烦了 刘云宗女弟子住处白夜风 秦夕炎正被几名杂役弟子欺负 要求他替大家当职扫地 听到几人的话 秦夕炎呆萌地说 自己已经帮他们当职好几次了 若是被长老发现定是要被罚的 这些杂役弟子文言不仅都害怕 还很是嚣张地说 长老们没有控管他们 都在忙大笔的事情 然后这群杂役弟子 自顾自地谈论起了大笔 更是觉得大笔夺魁的我才是最帅的 这些言论被秦夕炎听到后 默默地说了一句 不愧是叶楚云师兄 好厉害 然而一旁的杂役弟子听到 忽然恶狠狠地看向他 不悦地问秦夕炎 叶师兄的名也是你能叫的 不愧是癞蛤蟆想吃片鹅肉 想攀复叶师兄吧 秦夕炎也不甘示弱地说道 叶楚云师兄才没有你们想得那么父亲 他不做清传弟子一定有他的道理 此话一哭 顿时引得三名杂役弟子恐怖大笑 他们都不觉得秦夕炎能认输 其中一女更是自傲地走近秦夕炎 说他有个远方表哥和我相熟 劝秦夕炎认清地位 不要痴心忘想 就在这时 一道秦夕炎熟悉的声音响起 请问秦夕炎是住在这里吗 几名女子闻言顿时心花怒放地朝门口望去 来的人正是他们口中所作 玉树临风风流倜讨 未来可以比肩大师兄萧平天的我 我刚进入秦夕炎居住地 就见一个女人骚气满天地问我是不是找她的 我一脸猛逼地问她是谁 转身拉起秦夕炎的手 表示有点是找她帮忙人先带走 那女人不知好歹挡住我的去了 说秦夕炎今天还要帮她扫地 更是嚣张质问我要带她去哪 对于这样的人 我从来不惯着 爆发出气势反问道 我带她去哪 还要向你交代 三人乱说到我 气势下的冷汗直冒连连避让 我拉着秦夕炎一路朝着青霞峰而去 不明来意的她 只能红着脸让我先放开她 我这才意识到有些不妥 旋即放开她的手 连忙道歉 当我再次查看这傻妞的人生面板时 果然 那天之后她连破四季 连胜体也觉醒了 然后我表明来意 想推荐她代替我去做红秀长老的弟子 秦夕炎惊讶地看着我 觉得自己不行 我上前就是一个壁东 凭借着三吨不乱之事了 对傻妞直接就答应了下来 我给了她一块玉 让她在见到红秀长老时候拿出来 她去问我哪里得到这块玉卷 我随口说是捡来的 随即是在看了白竹青和红秀的人生面板后 想到了这玉卷 然后再从白竹青这个老挡没带那里来 当来到青霞峰 我扯开嗓门大喊 内门弟子叶楚云求见红秀长老 并且表示给红秀长老送来一份大机缘 保他准喜欢 结果下一秒 一股能量猛然朝我起来 我迅速躲开 只见仙气飘飘的青霞峰长老上官了 不于半空 满脸怒意地问我 谁允许你在青霞峰前大吼大叫 我也知道此人不好留 连忙解释 自己并无冒犯青霞峰 由于之前让红秀长老不高兴 这才想要弥补一下 这女人觉得我带来了一个脆体劲的杂役 就是羞辱青霞峰的 不仅不停手 反而又在手上凝聚 然后释放图无数人有关 好得我激瘦而来 我心中暗骂 这疯婆子来真的呀 果然上了年纪没道理的女人 好狠 虽然不熟 但也只得赶忙翻出孩子 吃力地抵抗着这一件事情 就在这时 一道声音响起 长老且慢 一见来人 正是断横师兄 这疯婆子却像是吃了炸药一般 大吼道 断横 你要干什么 断横上前拱手 想要替我解释 让上官长老给个机会 可他话还没说完 就被一道能量贯穿 击飞了出去数米远 疯女人继续凝聚灵力 咬牙切齿地说断横算什么东西 也可以叫她做事 红秀见状立马赶了出来 阻止了上官晚 但据眼神一鸣 叶楚云 本座倒要看看你带来的究竟是何人 若是无能之人 本座保你神魂俱灭 我不以为意 一把将傻妞推了出来 表示整个刘云宗 没有人能比秦熙岩 更适合做红秀的弟子 秦熙岩一脸担忧地看着我 我安慰她别怕 并让她拿出玉卷 闻言 秦熙岩手捧着闪闪发光的玉卷 说是自己在青霞峰捡到的东西 此番想着乌归远主 红秀顿时大惊 像是想到了什么 嘴里不停地说着 原来如此 随后降落下来 并没有去拿玉卷 而是抬起秦熙岩的头 认真地看了起来 并吩咐上官婉退下 要单独与我和秦熙岩谈一谈 上官婉不理解为什么 在她看来 秦熙岩就是平平无奇 觉得我在满口无言 但是红秀却不惯着她 让她退下 红秀知道眼前的秦熙岩 虽只是出行 但已出见真容 假以时日 必将明镇整个修行界 秦熙岩可不是普通的杂役 而是大名鼎鼎的 上古神皇血脉的传承者 红秀觉得我无视线引起 肯定想在她那里讨要好处 我也不客气 发赞红秀一番后 说想让她在将来 我遇难时 能保我一命 红秀却是心中暗笑 觉得我是有多怕死 不过我却能看出血脉传承 她反而对我更加感兴趣了 拳击红秀大手一挥 答应了我的要求 溜出一片惊艳 说是有起死回生之效 我接过惊艳 红秀又告诉我 她会对外宣布 我和秦熙岩拜入青霞峰 我只需要每过一段时间 去一下就行 不用管理其他事情 我顿时泪流满面 大呼 多谢红秀长老 红秀长老人美心善 成命千岁 而断横这时 也不知道从哪里跑得出来 我也连忙感谢 她刚才打断上 关碗的持续输出 断横很是豪爽 觉得这都是小事情 不必挂在心上 反而夸赞我修为进步省速 两人就这样交谈着 离开的青霞峰 并且还打算在日后 一起修炼内门功法 我也不好拒绝热情的断横 几日后 平时在这个时间点 断横都会来找我 今天却迟迟不见踪路 虽然最近跟着邓鹏祖 还有断横在修炼 但修为一直卡在那远九层 邓鹏祖说 想要突破 需要一场实战 正在我想着 去哪找实战机会时 就有人从我身旁跑过 说是五阳山矿洞被袭击 不少弟子已经丧命 文言 我大惊 想着断横不会 也去了五阳山吧 就在这时 断横满身是伤的走了过来 立马关心了起来 他却表示并无大碍 已经在山门简单包扎过 说着就拿出一块玉 送给我 说是他从五阳山 拿回来的元阳玉 有滋养瓶器的功效 我感动出了泪水 连忙说道 师兄 你对我太好了 断横告诫我 元阳玉的事情 千万不能让外人知道 否则长老肯定要找他的麻烦 就在两人说话间 一道身影快速掠过 我只是瞟了一眼 让断横先回去养伤 我去看看 我在树林中 凭借着身法快速移动 但还是跟丢了 疑惑昨晚到底是什么人 难道是在监视我 然而灌木中一阵沙沙声 引起了我注意 心想着 追了你一晚上 终于让我找到了 随后兴奋着一跃而下 准备给对方致命一击 不过迎接我的 却是闪电舞连边 我直接就猛了 地头就撞在了 沙包大的拳头上 笔血飞进而出 我捂着笔血坐了起来 看清原来是 萧平天这个天选之子 而且 这货又开始叠buff了 还即将获得一本神秘古品 对于这货 我只能连连说是误 萧平天却觉得我 擅闯林萧阁的后山 让我快滚 这时宗主顾贤德 从萧平天身后走了出来 也是疑惑地问道 怎么是我来了 我急忙拱手 弟子拜见宗主 顾贤德笑着说 我最终还是拜在了 清霞峰明下 而我却然后开启了 胡周模式 什么红袖让我下山 历练之类 闻言 顾贤德就让萧平天 带着我去参与 陈家宝的任务 萧平天很不愿意 觉得他一个就够了 我却委屈地说 宗主 我还是不麻烦萧师兄啊 我不能拖着师兄的后腿 顾贤德自以为 看穿了我的心思 笑了一笑 整个刘云宗 只有我静静如此神速 让我多跟着萧师兄学习 做完挥手就走了 我见状 立马来了一个 90度骑工答应了下来 然后笑嘻嘻 靠近萧平天 师兄 那我们走吧 心却想着 终于可以继续掠夺他的契域 据说陈家宝 每隔十年 都会举行一次祭祖大典 刘云宗历年 都会派人保护 看着热闹繁华的街道 我向那好奇宝宝 不断询问着萧平天 萧师兄告诉我 这次任务 是确保陈家祭祖大典 顺利进行 并且让我闭走 不然割掉我的舌头 吓得我只好闭上嘴 就在这时 陈家管家陈志宝 见是萧平天亲自来了 赶忙笑眯眯的赢了上来 萧平天则表示 刘云宗最近发生不少事 陈家宝的事只能踏烂 陈志宝看我在一旁 立马谄媚的询问我是谁 正反我的萧平天 不悦地说 我是非要跟下山的杂鱼而已 他要去和陈家主商量事情 让我别跟去 我虽然很不爽 心想着早晚给他羊毛入图 不过嘴里却是答应了一声 然后很是谦卑的 让陈管家带我到处逛逛 没想到对方却说 我是闲散人员 让我自便 显然这陈管家 是个欺软怕硬的家伙 看出萧平天对我厌恶 想给我个下马威 来讨好萧平天 我也无所谓 吹着口哨 准备自己去逛逛 然而 一到身影对着我 就扔出了一坨石头 不过 我早就发现了 对方一点不慌 假装蹲下去擦鞋面 顺势就躲了过去 不过石头 却砸中了陈管家脑袋 我还故意说了一句 谁家熊孩子 还搞这种恶作剧 家丁连忙扶住 还在破口大骂的陈管家 当他转头时 只看见了我 觉得 是我这个不知名号的 矛头小子 在报复他 立马就喊人 把我团团围住 想要教训我 见状 我询问对方 这是何意 陈管家咬牙切齿说 要替刘云宗教 叫我规矩 话音刚落 一群家丁就恶狠狠地冲了过来 我面无表情地 等着等着对方 然后一群人扭打了一起 在陈管家看来 一个刘云天的杂谜 问对方 为什么不分青红皂白就打人 这就是你们陈家的做事风格 然而 一个女生大喊着 让我快放开他陈书 我转头看去 一个刁蛮的女孩 手里拿着鞭子 说我再不放开 他就叫他爹杀了我 我却笑嘻嘻地表示 少威胁我 没猜错的话 刚才那个石头 就是他扔的 文言 对方立马承认 就是他 本小姐想丢谁就丢谁 还没人敢跟本小姐叫嚣的 说完就甩住鞭子 要对我不客气 鞭子快速地想着我的头袭来 我脸色一黑 轻松地就抓住了对方的鞭子 反问对方 要怎么对我不客气 然后我轻轻一拉 对方大惊 身体不由自主地向前被拉了过去 女孩因为惯性 瞬间失去了平衡 向着我的怀里扑了过来 她心中还想着 就要被我抱住 她不要 她还是个 我很顺其自然地跳了起来 避开了对方 然后就听见一声载载 我看都没看她一眼 吹着口哨 准备离开 女孩却暴跳如雷 说我是个坏人 她要让她爹杀了我 就在这时 陈家家主陈南风 带着萧平天和段恒 一起走得出来 询问怎么回事 女孩哭着向着 陈南风求救 在一番说明后 陈南风明白了来龙去脉 陈南风立马训斥起女孩 说平时太惯着她了 整天瞎胡闹 但女孩还想狡辩 陈南风也只得捂着老脸 让她住口 都是她先挑起的事端 然后陈南风 把矛头指向管家 和几个家丁 要将他们拉出去杖杀 闻言 管家不断磕头求饶 我连连摆手 陈家主 小以承接就好了 我该打的已经打过了 要是再有不服的 也可以再来试试我的拳头 陈南风听后 抱拳想要怨妇三百克零食 补偿我 对于天降横财 我肯定不会拒绝 一番客套后 陈南风让他们全部滚去柴房撕过 让管家送女孩回房 五日不得出门 在路过我时 陈家小姐双拳紧握 怒目严睁地瞪着我 愤恨离去 然而 就在他们离开时 一名家丁大喊着 不好了 冲了进来 陈南风询问什么事情 慌慌张张 来人立马说 魏阳山上的暗哨守卫目报 说山上来了一群鬼鬼祟祟之人 恐会影响祭祖大典 闻言陈南风大惊 我却笑着 看向萧平天的系统面板 心里想着 又可以掠夺他的器语 我得知他即将获得神秘古迹 便跟随他来到了魏阳山 但是这里 连个鸟叫虫名洞 本是诡异 正当我疑惑 那群鬼鬼祟祟的人在哪里时 一节树枝断裂 掉了下来 顿时明白有情况 大喊着 小贼 马里逃 跟随着萧平天追了什么 对方提高速度 拼命地想要甩掉我们 我心中不禁感叹 对方速度好快 借助充虚法 才能勉强跟上 平时谨慎的我 感觉这人好像有意义 我们去什么地方 就提醒萧平天 可能是个陷阱 但萧师兄却毫不在意 反而提高了速度 并祭出零件 朝着对方杀去 只听哭哧一声 情人击中了对方 那人瞬间从树上掉落了下去 萧平天也不犹豫 直接把剑架在对方脖子上 让对方说出身份 然后帅气地吐出三个字 否则死 对方却笑着表示 萧平天可杀不了他 因为这是专门为萧平天 准备杀罩 当萧师兄一箭斩去 对方身形虚幅 大笑着哭了过来 萧平天再次斩出一箭 对方却消失在里面 按着逃跑的身影 萧平天知道 对方使用的是幻术而已 当我赶来时 萧平天让我速回陈家宝 让断横提防赤鬼宗 他说完就击射 自己能见起 便追了出去 刘夏琳敌人都没看到的 一脸猛逼地望着他的背影 然而一道身影 却从树后走了出来 觉得我一个那圆境的小跟班 不足为惧 居然告诉萧平天中了 困险阵法 要跟他的假想 敌战的不死不休 我却冷静地说 你们赤鬼宗 杀不了他 你身上的骨骨 最终也会被他拿走 他一笑 其实刚刚是炸他的 现在看来真的在他身上 玄机提剑使用冲虚鬼法 闪身到了对方面前 他却不敢相信 我一个那圆境的速度 居然这么快 就在他愣神刹那 我毫不犹豫地一枪 一只断手飞出 伴随着一声淒厉的惨叫 此人直接跪在地上求饶 主动要把骨骨给我 我傲然地看着对方 说道 放过你也可以 你得先把解针的方法告诉我 对方却说 不知道解脱困先针的方法 既然他不说 那我就没办法 一箭将其砍杀 第一次杀人 虽然有点难以接受 但我清楚 如果不杀他 等他回去报信 会有更大的麻烦 当我捡起神秘骨骨 却发现 这骨骨 以我现在的修为 竟然无法打开 只能将其收回系统空间 至于萧师兄问题不大 所以 我选择回陈家宝 我回来时 天已经亮了 大量的赤鬼宗弟子 在城墙上景见 地上都是陈家宝使的尸体 看来赤鬼宗 已经攻占了陈家宝外 段师兄在里 不知情况如何 看着阵势 我清楚强闯 肯定不行 地混进去 我穿着赤鬼宗衣子 大摇大摆走得过去 守门的赤鬼宗弟子 让我把货玉拿出来 我尴尬地在口袋里摸着 心想货玉是个啥 玩骨子 还真没有只能硬闯 见状 守门的赤鬼宗弟子 立马解决了起来 忽然有人大喊一息 随即大量赤鬼宗弟子 抬头看见 赤霞东长老 青春的股子徐万柔 带着一众留一宗弟子 正在攻击仿度杖 我趁乱溜进了车 心想 怎么来的都是青传弟子 和内门弟子 萧平天被针对 陈家宝遇袭宗门 也没派遣长老来解败 赤鬼宗对陈家宝 势在必得 现在我一个人 很难做到里应外合 希望能尽快找到当好 一起想个对策 一到城内 就看见两名赤鬼宗弟子 抓住了说着 狠话的陈家宝首位 一名戴银色面具的赤鬼宗弟子 毫不犹豫地 杀死了那名守卫 另一名戴金色面具的赤鬼宗弟子 觉得陈家宝修士太过往抗 只要突破城主府 这最后一道防线 东西就能到手了 躲在墙后的我 听到了他们的对话 原来刘云宗长老们 死守在武阳山 无法前来 金面男孙父 无论如何 都要拿到哪里的东西 说完就要转身临去 但立马又停住了脚步 叮嘱迎面男 千万别被人发现 迎面男似乎发现了什么 朝我走了过来 然后拍在我肩膀上 问我在这里干什么 我连忙回答 外围刘云宗的人正在破阵 我往前线去禀报 随后发现脸被遮住 就看不见系统面板 迎面男拿出一份 家主府内的地图给我 让我去通知其余人 按照标记的地方行动 我打开地图一看 觉得攻击点很分散 根本不像是攻陷 而是在找东西 迎面男大吼道 愣着干什么 赶紧去 我应了一声就跑了 城主府外同样惨烈 陈家小姐正带着家丁抵抗 不懈地看着眼前的几人 随后高举长剑 就要砍向倒地的家丁 伴随着一声变名 和一声惨战 陈家小姐和家丁 吓得不知所措 其余赤鬼宗弟子健壮 立马询问 怎么回事 全砍自已认 我缓慢取下面具 将面具一丢 让对方看清楚了 谁跟他们是自己 陈家小姐惊讶地看着我 其余家丁却觉得 我只能耐远镜 修为还没他们高 我冷笑一声 让他们看看 耐远镜的厉害 旋即使出充须鬼法 瞬间就消灭掉 几名赤鬼宗弟子 看着不断被赶杀的 赤鬼宗弟子 陈家小姐和两名家丁 惊讶地无以复加 消灭掉敌人 看向两名家丁问道 两位有什么需要点评的吗 两人吓得连连白手 陈家小姐嘟着嘴 表示我很强 对于之前的事 要向我道歉 我不以为意的表示 过去的事就算了 询问他 段师兄人现在而处 陈家小姐摇着头说 赤鬼宗刚攻进来时 段师兄带着人出去迎敌 后来就失踪了 我有些疑惑地看着他 反问道 失踪 当来到主殿时 一群人正围着陈南风 七嘴八舌的诉苦 陈南风也只能尽力安慰众人 气得陈家小姐脸颊通红 他觉得这些人 平时拿进陈家好处 关键时候 居然想临阵脱逃 就在这时我拿出地不孝道 陈家主 我或许能解燃没至极 一群人闻声看来 听闻 我有办法解决眼前危机 陈南风连忙询问具体细节 我将计划告知陈南风 说明 赤鬼宗是盯上了 陈家紧要之物 一群墙头草 却想着拿出东西换命 但陈南风力排众议 决定按照我的计划行事 在干掉一个赤鬼宗弟子后 我长呼一口气 看着被吸引到这里来的 赤鬼宗弟子越来越多 我奋不顾身地迎外上去 因为我轻手 赤鬼宗内外受敌 皆有小好 目的必是迅速找到保物撤离 只要撑到刘云当 呼过外围的阵法 就能渡过此街 这些人实力虽弱 但像蝗虫一样 太多了 不过经过实战后 身体却又要突破的迹象 与此同时 房顶上两名迎面男 看着奋战的 其中一人觉得我很有意思 只是他们 在宗祠里没有找到想象之路 另外一人却说 这群人在这里舍死防守 不会有错 况且 刘云宗的长老 不到一个时辰就能赶来 需要加快速度 动手 随后一人猛然跃出 大喊着 我来会会 你小子 朝着我的后背 就袭杀来 虽然我反应很快 但肩膀还是受伤了 此人舔着拳刺刀 区区纳元进小矛头 让你嘚瑟这么久 不会真以为 自己实力有多强吧 我捂着伤口说道 顶了我这么久 终于啃下来了 在对方惊讶的目光中 我告诉你 你得雷电四射 一股惊人的气势 腾胜而起 口中说道 这招炼成 你是第一个战胜 就用你来试试这招 面对我突然增强的气势 对方警惕了起来 在我一剑斩出后 对方是轻松躲开大笑道 呵呵呵 我还以为有多强 你这剑法伤害虽高 可惜速度太慢 注定不是我的对手 旋即对方 蓄力完成说道 小子 你这招漏洞太大了 跨落强力的一拳 打来 我只能举剑格挡 但是对方力量太不强了 直接将我轰飞了出去 如此情况下 我反而嘴角上扬 和我欲晓的一样 倒飞的诚实 无数剑气 以我为中心 开始汇集 对方完全没预料到 我还藏一招 反应过来的银面男知道 我根本没想用大和剑法 而是为了骗他近身 只见我大和一声 去 无数剑气击事而出 在我的控制下 剑气精准地朝着对方飞去 如此近距离的一击 对方知道 这一招堵开了 强大的冲击 轰然爆炸 伴随着一阵凄厉的打扰 我稳定身形 家丁们也高声呼喊的送人 我却眼神凝重地 看着不远处说道 也高兴太早 他还没死呢 正如我所说 对方看着另外一名 银面男说道 黄射你还在等什么 黄射淡淡地说道 太磨叽了 下次再这样 就杀了你 话音刚落 你就飞出刀 一轮无与文笔的刀器 直接将家丁抹上 我大惊黄射速度好快 充须鬼法 还勉强躲开 而且清元剑法 被我身体消耗太大 我直接选择三十六剑中 最后一剑 走为上剑 赤鬼宗两人穷追不舍 我想着 还有红袖给的保命抵抬 难道真要用在这里吗 然而陈家小姐 却在巷主招手 绕我过去 此时全自然已经开始蓄 心想刀了 迅速朝着陈家小姐扑了过去 就在他刚站的位置 纷然爆炸 还好我将他扑倒 他却红着脸 娇羞地看着 忽然一层能量照 将我们两人所在地包裹了起来 陈家小姐看着我疑惑的表情 介绍道 结界是陈家老祖留下的 尚能支撑一幕 他又哭着说道 只是家里的叔叔伯伯们 跑得跑 死得死 我立马安抚他 询问他的父亲在何处 回到大殿 陈南风客气地打着招呼 然后他让陈小柔去外面看着 别让人靠近着 他有话和我说 当陈小柔离开后 我让陈南风有话直说 他却直接跪在地 求我救救陈小柔 我连忙将其扶起 陈家主不可 这是做什么 陈南风叹息道 陈家已经无力回天 我还想要劝说 长老们已经在来的路上了 他垂头丧气道 这祖宅屏障 是陈家最后的防御 最多维持不过一刻了 陈南风继续抱拳道 陈某只想在临死前 求你一件事 忽佑小柔 进入青霞峰 我有些尴尬地说道 以我目前的状态 自身难保 恐怕很难带陈小姐离开 陈南风却笑着 拿出一件宝物说道 此物名为玉吃力 乃陈家祖上流传下来 陈家因其壮大 最终怕事 也要因其消亡 说着 就将玉吃力给了我 继续说道 叶师弟 心性纯粮此物托付给你 我很放心 随后 我会用秘法 将叶师弟和小柔 送出陈家宝 我清楚 这就是赤鬼宗 要找的东西 立马收了起来说道 陈家主放心 有我叶处云一日 就绝不让陈小姐 受半点委屈 随着一声巨响 大门被人踢开 一群人拥了进来 陈小柔还想阻拦 若不是我爹 将你们带进来 你们早就死了 王家家主 王厄大喊道 都死到临头了 还管得了那些 陈家主 吃鬼宗药的东西 你该交出去了吧 难不成真想让大家 给你们陈家陪葬了 陈南风不慌不忙说道 诸位 请容我准备片刻 叶师弟 麻烦你带小女 先去那一间等候 当一出门 陈小柔急忙问道 叶楚云 他们不会比我父亲 交出东西吧 我透过门缝 看着陈南风的人生面板 境界 玉空七宠 体质 顶圣门 命术 兴衰之变 女儿奴 侠之大者 结局 与陈家宝启动家族密阵 被断横折磨至死 陈南风背负双手道 诸位很怕吃鬼宗吗 我却是震惊不已 段师兄折磨陈家族 怎么回事 随便陈南风 捏碎一块玉石 大喊道 吃鬼宗要来就来吧 然后他疯疼的大笑起来 其余人见状面露 惊恐询问陈南风要干什么 一声巨响 想扯天地 防护罩从内部破开了 全刺男直接猛化 迎面男却很是淡定 提议要进去看看 而我和陈小柔也 直接悬浮了起 陈小柔还大喊着 爹 你要做什么 快放我们下去 随后 大殿内传来一声声惨叫 窗户上也溅满了鲜血 门突然被打开 只看见陈南风 陈小柔哭着 想要停下阵法 但却无能为力 陈小柔扑在我的怀里大喊着 叶师兄 我求求你 救救我爹 你救救他呀 我很是无奈地 将其搂入怀中说道 陈小姐 如果我们现在出去 陈家主所做的一切都白费了 迎面男笑地说道 你们若是走了 我会用最折磨人的方式杀了他 陈南风像是毫不在意 温柔地说道 柔儿 走 一定要坚强地活下去 陈小柔的哭喊声 迎面男的嘲笑声 看着眼前的一切 我自知无能为力 我迅速地一击手刀 将陈小柔打晕了过去 抱着还在求求的陈小柔 不甘地看着下方 含着泪水说了一句 对不起 化作一道流光 朝着流云宗方向急迟而去 感受到传送速度逐渐变慢 力量也开始消散 我猜测陈家主已经不行了 这时 敌人也追了上来 看来跑路已经行不通了 我决定利用杂乱的地形 与对方周旋 然而 我抱着陈小柔 直接砸向了地面 一道声音响起 不要再挣扎了 你跑不掉的 乖乖把东西交出来 我饶你们不死 我艰难地爬起来说道 哼 我若是把东西交给你 你肯定立即就把我们杀了 我抬起头 段恒师兄 我却没想到 他居然是赤鬼宗奸细 还要让我交出陈家宝 更过分的是 还要五阳山矿洞那种东西 我不慌不忙 站得起来说道 原来你一直处心积虑地接近 就是为了那个 你怎么能确定在我身上 段恒笑着表示 他杀死亡双前 了解道 只有我去过洞穴深处 况且我最近进步太快 所以只能是我获得了机缘 随着系统 叮的一声响起 我发现 我的结局和近期转折 发生了改变 我将在落峡谷陨落 望着系统面板 我意识到落峡谷就在此地 心中暗骂之前 不是还有半个月了 看近期转折的情形 或许还有转机 只要吞下肚饿神丹 被打成重伤 或许能够扭转生死 我也不再犹豫 直接将肚饿神丹吞了下去 没想到 断了神去放生大笑 在他看来 肚饿神丹 至少也要远海尽惨地吸收 我现在服用 只能被这股能量撑爆身体 简直是在自寻死路 果然如同他所说 我感觉头晕眼花 一口鲜血吐了出来 断横大笑着觉得 不用他动手了 甚至嚣张地让我交出密宝 他就送我一程 让我早点结束痛 不然他就让我更痛苦点 我却想着来吧 只要再重伤一下 他一声巨响 寒颜剑主动挡在我的身前 断横也不由大惊 在他看来 只有法器之上才会护住 我一个纳元镜 怎么会有磁灯保护 一道道刀器 全部被寒颜剑主动挡了下来 我心中也是很诧异 想着 现在也不是你表忠心的时候 别让他打伤我才行 断横见状更加开心 不断打笑 觉得我就是他的贵人 杀掉我后宝物 就是他的了 我故作镇定地 继续刺激对方 反问他 刚才的攻击有碰到我吗 让他放马过来 心中却想着 寒颜剑护主防御力虽高 不过在我手里 就发挥不出来了 闻颜断横果然被我惊 直接冲了过来 我也不甘示弱 冲了上去 然后假装手滑 直接将寒颜剑丢向了一趟 张开双臂 迎接断横的攻击 心中想着 只要躲开要害挨一下 又如何 白白我打成重伤吧 断横像是听到了咒 月起就准备给我迎头一击 然而意外来得如此迅猛 寒颜剑又回来挡下了这一击 甚至讨好似的 在我头上蹭了蹭 我体内的那股能量 已经在到处冲撞 要不是有混元箭胎练体 我怕就真要暴体了 这一切在断横看来 都是我故意在嚣张 说着让我等死之类的 结果头上就挨了一石头 直接被砸猛逼了 原来是我使用了嘲讽 嘿 孙子 这就放弃了吗 断横气得浑身发抖 使用出了血魔风禁术 随着他气势上涨 两颗巨大的血色骷髅符 陷在他背后 在断横的命运下 两颗骷髅头 阻断我和寒颜剑的联系 他也终于抓住了我的脖子 断横将我提了起来 让我别再挣扎了 我只感觉脖子快断了 想着再不重伤 就真的要死 为了刺激断横 我使出了断子的绝孙脚 给他来了一个鸡飞蛋打 此时的断横 完全陷入了暴力状态 对着我的胸口 就开始了连环暴击 打得我不断吐血 然后 我感觉一阵精神恍惚 断横大笑着松掉时 呵呵呵 没实力还嚣张 真是愚蠢 拈死你比拈死 一只蟑螂都容 然后不断在我身上乱摸 嘴里还说着 可惜 让你浪费了一颗杜恶金丹 不然我必能踏入通幽境 摸索一阵后 发现我身上并无他想要的东西 转而看向一旁的陈小柔 坏笑着走近 全身颤抖不止的陈小柔 此时的陈小柔 还在为我的担心 断横将脸凑了上去说道 去下面陪你的叶楚云哥哥吧 然后一刀捅入陈小柔的后背 又在他的身上翻找了一番后 还是没发现宝卧 与此同时 陈家宝战火逐渐熄灭 随着刺拳难被一箭击杀 廖昌平擦掉剑上血字 寻味徐万柔 可有萧平天和叶楚云的下落 徐万柔表示没有 廖昌平立马遵赴道 赶紧去找 不然谁也免不了被踪的重则 落霞谷中 陈小柔奄奄一息地躺在地上 断横疯狂地撕扯着我的衣物 大喊 陈南风绝对是把玉吃力给了这小子 当我一生不挂 时断横更加疯狂 怎么可能没有 该死的 东西到底藏奶了 混蛋死了 还给老子找麻烦 断横甚至已经将我的肩膀 抓出了血摇晃着我 而疯狂中的断横 丝毫没察觉到寒颜剑 瞬间寒颜剑已经解除了血魔封禁术 当断横一拳袭来 我感觉到体内的灵气又开始流动了 伤势也在逐渐好转 断横这时反应了过来 没有犹豫 直接与我拉开了距离 周围的灵气也被我大量吸引 不过在断横看来 我没死掉 那就是上天 都在绑海 他觉得 只要我还有口气就好 这样 他就能知晓宝物所在 而此时的 我已经踏入一件修远海境 我心里却想着 即便晋升成功 但能否扭转生死局 就要看看 这件修远海境有多强了 我身上灵气大圣 轻辅寒年剑 大合剑法 蓄力完成 而断横根本不在意我的突破 在他看来 跟他欲空镜 差了一整个镜 我脚下一用力 直接一剑斩了过去 再次验证了 坏人都是死于化的 断横根本不相信 眼前发生的一切 瞪着双眼惊恐地看着我 我却不给他反应的时间 紧接着使用出清源剑法 断横扭头看着 已经完成蓄力的 心中大惊 快速飞身跳跃 想要与我拉开距离 仔细今晚 清源剑气的组 瞬间就追上了断横 只听到了 他开始不断惨叫 就算如此 我依旧没打算停下来 再次汇聚灵气 七弦剑法 完成蓄力 无数剑断 再次袭向断横 一道道剑气怪 断横 他等着哇哇大叫 心中怎么也不明白 我如何变强 伤得不成样的断横乃是不幸 不可能 这绝不可能 林林插着个大境界 对 剑 剑修远海经 这是什么境界 我一剑架在他的脖子上说了 你拜了断师兄 此时的断横 还反应过了他 断横跪在地上不断求饶 别杀我夜师弟 求你被杀我 我已经被你废了修为 对你威胁了 饶了我 我可以告诉你 一个命 你知道了 一定要放过 这个老六 喜欢撕扯别人衣服 可惜被我抓住机会 反杀 为了饶命 要告诉我一个命 五百年前 万里黄沙之地 不然出现一座宫殿 名为镇荒殿 传说那里面有西式秘宝 还有令天下人 闻风丧胆的修炼秘籍 无数强者 试图强行进入其中 但都被顺杀 而赤鬼宗 一直在寻找的御吃里 以及五阳山 被封印的神秘园胎 还有一种未知之物 断横缓慢站起身 继续说道 这三样物品 都是传说中 能开启进入镇荒殿的钥匙 断横颤颤巍巍地 想要离开 同时还表示 他知道的就这些 只要我饶他一命 他愿意 在赤鬼宗当卧底 并打探 关于镇荒殿的消息 一旦镇荒殿再次降噬 这些机缘都是属于我的 我却不屑地笑 断横听后 开心地以为我放过了他 然而没走几步 他的腿就被冰封住了 坦妹地转过头问我 刚才答应放他走了 怎么说话不算话了 我一甩寒言见说道 师兄你该不会以为 我还是那个任由你拿捏的软柿子吧 你这种残暴无良 虚情假意的小人 不除掉你 日后必留下祸端 说完 我抬手就是一箭斩出 断横的头滚落在我脚下 我淡然说道 画这么大的一个饼 有用的信息量都没有 鬼能幸免 我尝出一口气 想着赢了断横 我的必死结局 应该就此改变了吧 旋即打开我的人生面板 我瞬间亚麻呆住了 那么的 命格变成了乐运之子 这比天煞孤星还衰 命数更是变成了陆入无为 结局也变成了被推下悬崖 粉身碎骨的死局 我麻木地盯着系统面板 想着 被剥夺内门弟子身份 又是什么鬼 不过现在不是想这个的时候 再不就陈静柔 估计血都要流干了 我摸了摸他的脉搏 还好一吸尚存 现在我身上能救命的 只有这片金叶子了 一日后云霄阁 掌门顾贤德大吼道 这就是你办的好事 陈家宝348户 前来道贺的百名修士 被屠戮殆尽 宗内外门弟子百名 内门弟子十几名死伤惨重 说完 顾贤德随手一掌挥出 廖昌平直接被击飞出树米 廖昌平害怕地说 已经查明是断横勾结赤鬼宗 只是找到断横之时 断横即死 而顾贤德最担心的 却是红秀 愤怒的大吼道 流云老祖 岂是你这样好糊弄的 文言廖昌平立马拱手道 断横和叶楚云交往密切 如果我们坐视叶楚云 也有叛变的事实 叶楚云是流云老祖的门人 想必流云老祖那里 就不好再怪罪你了 听到这顾贤德 捏了捏鼻梁说道 可惜了那小子的天赋了 算是同意了廖昌平的计划 就在这时有人来报 叶楚云带着陈家小姐 陈静柔 已入宗门 没一会儿 流云宗戒律堂中 我被人直接摁倒在地上 萧平天坐在主位上看着我 而戒律堂长老洪海 拿着断横送我的玉说道 你与断横交往紧密 这赤鬼宗的信物货誉 也是你身上搜出来的 你还有什么好说的 我这才知道 这玉就是赤鬼宗的货誉 而我却笑着说道 我说 我是被人陷害的 你们会信吗 话音刚落 我的头发就被揪了起来 萧平天凶狠地说道 别浪费我时间 看到你我就不爽 师尊交代 要不惜一切代价的调查清楚 面无表情地让我赶快承认 不然就让我尝尝这阵魂丁的滋味 一旁的红海也劝我 最好是老是承认自己的罪行 然后叙述道 这阵魂丁除了让人修为尽尸 灵魂千疮百孔 无法再修炼 最煎熬的是能让人日日夜夜 都尝尽钻心骨的痛楚 他们为了把事情推到我头上 也是煞费苦心 居然连这么恶毒的刑剧都搬出来了 闻言 萧平天不再犹豫 直接丢出一枚 眼看镇魂丁就要刺穿我的头颅 一声脆响后 镇魂丁居然弯了 萧平天诧异了 红海更是惊到 怎么可能 而我也茫然了 萧平天再次丢出无数镇魂丁 而结果也无一例外 全都弯了 这直接把红海整不会了 觉得我的头是钢筋做的吧 早看我不爽的萧平天 更是恶狠狠地抓住我的衣服 在他看来 我今日必死 直接就要插我眼睛 而红海连忙上前拦住了萧平天 让他别冲动 不然就要坏了宗主的计划 而就在这时 一声悦耳的女声响起 我看谁敢 这个男人被狠狠地按在地上 只因他成了那个无辜的背锅侠 画街上级 就在萧平天即将叉双眼时 秦熙严犹如一位冷面的女士 阻止了萧平天滥用私刑 地旁的红海也连忙提醒萧平天 宗主要的就是这个时候放眼 萧平天还不肯罢休 阴沉着理问 识谁的意思 秦熙严也不甘示弱 让萧平天注意态度 按辈份 萧平天得喊自己小师叔 萧平天不愿回道 小师叔的意思 线下该如何处置 秦熙严直接搬出红袖老祖 罚我去看守山门 近思已过 闻言萧平天 指得放开我 当他是与秦熙严擦肩而过时 萧平天警告秦熙严 再敢用身份嚣张 就杀了他 得救的我不断感谢秦熙严 觉得他刚才太帅了 跟着刘云老祖 修炼进步神速 甚至连气质都不一样了 秦熙严却停了下来 一脸冷酷地低着头 下一秒 立马便回傻妞表示 他刚才都是装的 其实他挺害怕那个萧平天的 我看着他的 越来越变态的人生面板 惊讶他一个月不到 就从脆体三重 升至纳园八重 而他的运气转折 竟然是因为我被关进第三日 看到这里 我也是一阵心疼的 看着这傻妞 然后摸着他的头夸奖道 秦师妹 你已经做得很好了 见我如此开心 秦熙严也是立马提醒 是宗主 怕长老人责怪 才将锅甩给我了 他们肯定还会对我下手 我表面虽然笑着让傻妞放心 心中却是清楚 刘云宗也待不久了 半个月后 刘云宗守山人小屋中 我盘希尔作修为 以达原海五重镜 随着对混元剑胎的修炼的深入 大和剑法和青元剑法 也都已经领悟到 第五层和第三层剑法精髓 突然睁开眼睛 原来是这灵石不分昼夜 吸取灵气 导致半山灵气稀薄 使得我修炼解慢 上次能够防住震魂丁的缘由 还不得而知 等见到老头子 或许他知道答案 我又想到 为央山得到的古谱 急忙打开储物界面 准备研究一下 如何解开古谱上的禁止 但原本放进储物界面的古谱 无翼而飞了 就在我抓狂的 以为是被系统偷了时 系统立马给出了答案 原来古谱是上古文字翻译本 甚至系统 直接帮我把上古语写的 山海意志翻译好了 它分为上下两部 上部是上古珍奇异兽的介绍 下部则是一门古老 且强大的御兽秘诀 我毫不犹豫 就修炼了起来 因为我深知在这个 弱肉强食的世界 实力越强 才会有更多选择 几日后 守山弟子 被一名强闯山门的 御兽宗弟子打伤 此人体型彪悍 带着一只巨大的白虎 见人就伤胸很异常 而我却上前 摸着白虎的毛 觉得手感真不错 来人健壮 面目凶恶倒 下等货色 也敢碰我的咒 说完就扔起拳头 抄我袭来 看着他的人生面板 我知道又能夺取契域 还是送上门的紫色机缘 他的近期 转折中写着 在流云宗大云峰 发现一个古旧洞符 而此人修为 也不错达到了远海八重镜 可惜我随手就挡下了 他全力一击 挖住他的拳头 我手上稍稍一用力 骨骼断裂的声音 就传了出来 我看着他说的 连我一个看大门的 都打不过 真是丢人 然后一脚 将其踢飞出去 他在地上连续撞击了数次 在白虎的帮助下 才停了下来 顾不得疼痛 他连忙命令白虎杀掉我 白虎眼闪 闪烁着冷冽的光芒 他猛然跃起那种力量 仿佛能撕裂空气 面对如此凶手 我却冷哼一声 因为这正好 是是刚学的这招 欲受绝安抚 白虎瞬间变成了可爱大猫 甚至还给我跳了一段科目三 靠近我后 直接给我来了一个爱的贴贴 回来 我享受着白虎的温柔 淡然道 你确实有玉兽的天赋 只可惜遇到了我 我用出玉兽绝攻击 白虎马上进入 目标 正是他原本的主人 就在这时 一个老头 从李无泽背后走了出来 这个男人 准备放虎咬我 不料我去回玉兽绝 就在我让白虎攻击时 突然出现一个老头 老头上来就笑脸相迎 通过系统 我知道 他是玉兽宗长老黎红 都说伸手不打笑脸人 我连忙拱手到 宗内有专门看顾灵宠的地方 希望长老不要为难我 李无泽 闻言觉得他的助武就贵 万不可留在此处 李虹表示 愿意遵守刘云宗规矩 李虹很是守规矩 留下白虎 带着李无泽 就走了进去 李无泽走的时候 还不忘记放狠话 而我一点也不害怕他 现在最关键的是 先去将他的机缘收了 两个时辰后 大云风 我沿着古旧洞府 走了很深 依旧什么也没有看到 当我从树林中穿出时 发现了一条灵气逼人的小溪 眼前的景象让我呆住 原来这里不仅灵气浓郁 还有好大一片药田 我不仅暗叹 那个李无泽 真是走了狗屎 能找到这来 就在我采集灵钥匙 药田中间一道绿光 吸引了我 我随手将其捡了起来 仔细观察后发现 药田的药性 都被这东西吸收了 管他三七二十一 先拿着再说 保命的手段不嫌多 当我带好 系统的提示声响了起来 我抬头看去 近期转折有了新的变化 原来赵玉龙 赵玉虎这两个人 还敢搞事情 我下定决心 这次就让这俩货 有来无回 三日后 我的目无碗 俩个人真的来了 而他们不知道的是 树上还有一道生意 屋内早爬满了无数条蛇 我却装作若无其事 继续睡觉 而赵玉龙花了重金 买下的远海金大蛇 也悄然靠近我 血宫大狗 一口朝我咬下来时 趴在门缝的赵家俩兄弟 认为我已经被吞入蛇腹 不想我却出现在他们后面 吓得两人一哆嗦 稍一愣神后 赵玉龙大喊着 要找我算账 我笑着反问 想杀我 就凭你们两个 赵玉龙拿出葫芦丝 就吹了起来 而赵玉虎回答道 叶楚云多行不易必自闭 想你死的当然不止 我们两个 随着音乐响起 大蛇再次向着我袭来 我思考着 这七彩狂猛 是玉兽宗的高阶异兽 躲开这一季的同时 身形还没站稳 就听见赵家俩兄弟的嘲讽 在他们看来 我现在只是个臭看门的 死了 也不会有人在我 还让我磕头认错 魂言我不但不生气 嘴角上扬 准备以其人之道 还置其人之身 两人见我毫无道歉的意思 觉得我死到临头 还得狂妄 连忙催动七彩狂猛 朝我攻击 当巨大的阴影 出现在他们头上时 这哥俩发现了不对劲 下一秒 两人直接被七彩狂猛 一口吞了下去 因为我用出了御兽诀 帅气地反问两人 你们说我的命没人在乎 难道你们的命 就有人在乎吗 而就在我准备离开时 背后传来一声 叶楚云 你好大的胆子 萧平天阴沉的脸上 泛着诡异的笑容 继续说道 宗门内公然残害同门手足 我青年所见 你还有什么话说 我头也不回的 淡然的 师兄出现在这里 还真是让人意外啊 萧平天突然出现在我背后 可我刚驯服的七彩狂猛 却主动护主 率先朝着他袭去 萧平天颜色一凝 丝毫不把七彩狂猛 放在眼里 只见他随意一指 我顿时感觉 一股强大的灵力 从我身边划过 树剑起切割 看着这一幕 我清楚换作 说我可能连一招都戒不住 只能俯首就擒 云霄阁大殿内 顾贤德带着四名长老 亲自审问我 顾贤德上来 就给我扣上了 与赤鬼宗勾结的罪名 然后又指控我 杀害同门 上官晚 虽然恼怒顾贤德 映射流云老祖 不过在他看来 现在已经无人再能袒护我 红海和另外两名长老 更是直接想要杀掉我 我却镇定自若地 告发萧平天 驱使同门残害自己 为果构陷弟子 扰乱宗门秩序 文年 顾贤德轻信猛了 上官晚也猛了 顾贤德阴沉着脸 萧平天更是清静暴露 红海气势汹汹地站出来 意图将我立刻带去 戒律唐处决 而上官晚立马阻止了 暴露的红海 想要看看顾贤德的反应 顾贤德强忍着怒火 让我说来听听 我直接质问萧平天 为何那么晚会 出现在山门 萧平天面不改色 心不跳 谎称自己 从山下做完任务回来 恰巧看见我杀害了同门 我继续问他 有没有看见赵家兄的所作所为 他不耐烦地回了一句不测 我笑着在怀里拿出 流向水晶 质问萧平天 为什么会出现在其中 看我拿出流向水晶 萧平天终于不淡定了 顾贤德和几位长老 不可置信地看着 逐渐清晰的画面 赵家兄弟身后树上 有着一个身影 我躲开七彩狂猛攻击时 背后树上同样有着一道身影 随着画面放大 那道身影 正是插一桶爆米花的萧平天 我再次质问萧平天 看他现在如何狡辩 更是说明 赵家兄弟 明明是死在自己的灵宠之下 我碰都没碰到他们 顾贤德和一群长老健壮 都自知理亏 只能互相对望掩盖尴尬 终于 顾贤德甲壳两声 表示 萧平天是他安排下山去鞋的 路过山门 只碰巧撞见罢了 既然那两个孽障 经作剑字 便不再追究 然后白手 让大家散了 随后众人各自交谈着 又要离开大殿 我却一动不动站在原地 突然 我叫住各位长老 询问他们 萧平天目 堵同门相残 作弊上官 这算不算残害同门吗 文言萧平天再也不淡定 指着我就准备动手 顾贤德自知 今天理亏阻止了萧平天 阴沉着脸 看着还在找借口他 听完狡辩的萧平天 顾贤德 只得罚他去蜜珠洞天 思过一个月 虽然心寒 但我心知肚明顾贤德 这是明着禁足 实则是让萧平天 去蜜珠洞天街传承 可惜那里机缘已被我夺取 回到木屋 邓老头已经备好酒菜 我一杯接着一杯 想要借酒消愁 邓老头却说 我现在心境不利于修炼 加上我体内 还有大部分 杜恶神旦的灵力没吸收 容易走火入魔 我说出了心中不快 觉得看清楚了 刘云宗 宗主不顾道理 众长老 熟视无睹 刘云老祖 更是不闻不问 然后笑着感谢邓鹏祖界 我流向水晶 否则今日我百口莫辩了 而邓鹏祖 让我不用放在心上 等我强大了 自然不会 再受到不公的呆 并告诉我 剑修体质 万中无一 也许我真能成就 刘云长老必定已经见到花神 我这一顿彩虹屁 直接把邓鹏祖 拍得哈哈大笑 两人就这样开心的 让松鼠都无法入睡 然而 邓鹏祖突然开口表示 他要离开一段时间 我联盟查看邓老头的人生面板 因为他居然多了个黑色的命数 命不久矣 他的结局从原本的逍遥一生 变成了重伤垂死 同时也印证了这个命数 看出问题的我 连忙说 要为他补上一挂 邓老头认为 我是在装神弄鬼 我故作高深告诉他 随后若有骑士般的掐指 算了起来 邓长老 此去必是往北 一定要万事小心 如玉洞府 但凡选右边 必有大劫 切记切记 听完我的话 邓老头上前 就给我后脑勺一大逼动 更是觉得我在咒他 然后他单手指添大喊 这贼老天能卖我何 看到他的举动 反而搞得 我还有些不好意思 只希望邓老头 这次能逢兄化吉吧 与此同时 云霄阁中 顾贤德盘夕而坐 闭眼问道 不是让你去那了吗 萧平天连忙解释 那里的机缘 被人先一步夺走了 闻眼 顾贤德震惊不已 在他看来后山镜的 有人把守 就算有人误辱 那位的考验 一般人也无法承受 萧平天更是觉得 这件事情 与我有关系 因为我的修炼速度太快了 顾贤德听到我的名字 若有所思说自己 从廖昌平口中得知 断横是被我一招致命 此消息一出 萧平天顿感惊恶 神色凝重 顾贤德见萧平天 神情紧绷 便温言宽慰 在他看来 我虽进步迅速 但终究只是远海境 要超越萧平天 仍需时日 顾贤德拍着萧平天肩膀 让齐先回去安心修炼 这件事 他会处理 准备离开的萧平天 忽然开口表示 当时赵家兄弟 控制着七彩狂妄 但驾驭方法 只有御寿宗才懂 听闻此言 顾贤德脸色骤然阴沉 若是御寿宗胆感 对刘云宗无礼 他有办法应对 这个男人竟然诬陷我 还好我早有准备 拿出监控画面 他非但不死心 还嫁祸御寿宗 第二天云霄阁内 顾贤德询问我是否还在责怪他 我表面笑嘻嘻 表示弟子不敢 内心深知 这个道貌黯然的老狐狸 又要坑害小爷我 顾贤德则表示 御寿宗来刘云宗 是为了灵界大笔 和丢失的一只灵宠 而这只灵宠 逃入了卫阳山 想让我协助御寿宗找灵宠 闻言 我知道这事肯定没有这么简单 于是我轻辅尚额 表示陈家宝一战伤到了头 卫阳山的地形 着实有些忘记了 顾贤德黑着脸 正要说些什么的时候 我的声音让他停了下来 因为我一脸生畜无害地表示 丹金蜜典里 有能让人清晰记忆的药方 只是那些草药相当珍贵 不知宗主舍不舍的 顾贤德陪笑着 让我有什么需求 尽管写下来 半个时辰后 我拿着写好的清单 递给了顾贤德 当看到这流水账般的清单 顾贤德内心直呼 我是来他这里进货的 顾贤德越看内心 越是万马奔腾 我甚至还来了一句 宗主您要是觉得 为难就算了 一听我这话 顾贤德反而下定了决心 这就差人寻了 给你送去 我连忙表示感谢 看着我离开的背影 廖昌平咬牙切齿地 告诉顾贤德 说我明显在敲竹杠 有些珍贵药材 居然一口气要几十株 顾贤德虽然不爽 不过只要我一死 他就能全部拿回来 当天下午 白竹青带着两名外门弟子 拔来了清单里所有的资源 其中一名外门弟子 觉得我一个看大门的 不配他们帮忙搬运 另外一名却告知他 我可能要恢复内门弟子身份了 可惜我自己清楚 那是不可能的 顾贤德不惜下血本 也要让我去卫阳山 死刑必死 这让我更加确定了 离开刘云宗 就在这时白竹青表示 顾贤德让他与我一同下山历练 听闻他也要去 我有些忙 我满脸黑线 顾贤德真毒啊 派人盯着我就算了 关键还是这个千年老没逼 这不得连累 我也倒霉吧 而白竹青却信心满满地催促我启程 我哭笑不得想着 说不定两个倒霉 但父父就得正了 当天夜里 我们一行四人来到了卫阳山 离红拿着灵宠指引石在前带路 来到卫阳湖时 幸好消失了 离红觉得 灵宠就在这湖里 我顿感不妙 顾贤德为骗我来卫阳山 理由都懒得想 因为御寿宗带着指引石上山 何须用我来指路 离红拿出碧水浇珠 让李吴泽和白竹青下水去把灵兽带回来 我和他在岸边接应 我本以为顾贤德想借刀杀人 但御寿宗根本没有对我下手的意思 为了闻多起见 我询问离红 此次任务 我们宗主可有特别交代什么 闻言离红大惊 反问我是如何得知的 就在我以为他要动手时 他却哈哈大笑起来 并解释顾贤德强调 让他保护好我 只要护好我 灵界大笔会多分一些资源给御寿宗 在他看来 顾贤德对我十分宠溺 越听越糊涂 我干脆直接看起了离红的面板 好家伙 离红命数多了一个死结 还是被刘云宗迫害而死 就在这时 李吴泽和白竹青游了回来 大喊着不好了 灵兽死了 离红想不通欲空境巅峰的赤火岩石 怎么会死 我连忙查看白竹青面板 这货多了一个牢狱之灾 再看向报告壶中 有大凶兽的李吴泽 他虽然没大变化 但近期转折表示 在卫阳山遭遇偷袭 看完三人面板 我瞬间明白 顾贤德的歪主意 半个时辰后 我一人安静地坐在湖边 突然树林里传来沙沙声 我知道该来的还是来了 一棵大树上 两名蒙面人看着我 其中一人疑惑 怎么只有我一人 另外一人倒是觉得正好 我慢慢起身笑道 我早就知道 你们不会放过我 随后 看着其中一人说道 让我猜猜 你是廖长老 这两个老六 居然悄悄尾随我 但我早看穿了 廖长平一脸猛 不知我咋发现的 另一人倒装的挺深沉 以为掌控全局了 卫卫大哥 你这么壮 是生怕别人不知道 你是萧平天啊 我拍了拍身上的灰尘 起身调侃萧萧平天 说他嫉妒我人缘好 劲不快 怕我取代他剑子的地位 他一听怒了 觉得自己随便动动手指 就能要了我的命 玄机就是一招断风斩批来 我急忙侧身躲开 下一秒 一团毒液朝萧平天袭去 萧平天狼狈躲开后 开始四处张望 想找出偷袭之人 这时 李长老和李吴泽 带着妙精缠除献身 盯着萧平天两人 原来在几个时辰前 我就告知了李长老三人 顾贤德打算杀了我 趁机勒索玉兽宗 几人本不相信 但在我以姓名担保后 李长老才愿意听我安排 由于我提前预知到 老梅逼被抓后 会被终身囚禁 只能让他离开卫阳山了 此刻 只剩下我和玉兽宗两人了 剑已经暴露 廖昌平扯下面罩 劝说黎红离开 他们的目标 只是我一人 黎红哪会上他们的当 他让我和李吴泽 下水逃断 然后念动法诀 手一抬 白玉神鞠凭空出现 双翅展露 气势非凡 金光闪烁的双眼 充满智慧和力量 廖昌平毫无聚色 手中红线翻飞 一掌猛然挥出 汇聚的无数灵力 如狂风暴雨般 直袭白玉神鞠 这些红线 如同活蛇一般 精准无误地缠绕住了 白玉神鞠的四肢 神鞠奋力挣扎 两天发出一身 悲创的嘶吼 眼中的璀璨光芒 也随之消失 彻底失去了战斗能力 黎红内心惊恐 他发现自己的灵力 竟然无法调动 身体仿佛被某种力量抽空 虚弱无力 廖昌平毫无顾忌地坦言 由于玉兽宗在谈判中 坚决不肯让出灵脉 他们便暗中 在黎红的晚餐中 下了软骨伞 以确保计划万无一失 黎红目睹 我和李吴泽 被萧平天紧追不舍 心中充满了无奈与无力感 萧平天大喊着 让我停下 我特么只是打不过 又不傻 停下来 还不得被你打死 萧平天攻击 朝朝都冲我而来 他再次一击临风斩 我只得使用充须鬼法 快速闪躲 剑状李吴泽都好奇 这家伙是不是跟我有杀父之仇 对此我只想说 我也想知道 萧平天见我能跟上他出剑速度 更加疯狂地追杀我 就在我以为要完蛋时 突然出现能量屏障 萧平天瞬间猛逼 我惊恶不已 廖昌平目瞪口呆 李吴泽茫然无措 李鸿灵力忽然暴涨 气势大声大喊道 想杀人 就先过了我李某人这一关 廖昌平很是不甘 知道李鸿动用了秘法 即将神魂俱灭 李鸿狂笑道 我不是为了他 我是为了玉兽宗 随后 一只巨大的铃羽虫鸣 被召唤了出来 铃羽虫鸣 乃是玉兽宗的正派神兽 而且未曾认主 不受李鸿影响 廖昌平荒浪 急忙命令萧平天截阵御敌 看着即将作画的李长老 还在让我快走 我默默记下了这份恩情 随后便和李鸿泽 一平跳入水中 而萧平天也只得放弃追击 感受到岸上的战斗 居然能影响水温 我们在避水珠的保护下 快速下潜 不然依旧会被波及 快游到水底时 仍受万法进巅峰攻击影响 让我们身形不稳 李鸿泽担忧李长老 男生廖萧二人 湖底避难非常久之际 这时 我发现湖底有道光 或许有生路 我们迅速游过去 进入后 竟是个单独空间 且隔绝了水 突然园胎开始躁动 难不成这里面 有什么危险的东西 而李鸿泽的表现 让我诧异了 他却急忙让我晋升 并指向一旁 我顺着李鸿泽手指的方向望去 顿时惊讶地发现 那竟是一条龙 而且 其修为竟然达到了通幽境 就在这时 上面的战斗越来越激励 耕机声不断 我们两人知道麻烦了 因为恶龙被吵醒了 为了躲避追杀 慌不择路地 躲进了蛟龙的巢穴 没想到 这竟然惊醒了 这头沉睡中的巨兽 在这袍像上的火盖上 一道庞大的身影 从深邃的水底 缓缓升起 搅动着周围的水流 形成巨大的漩涡 一头浑身覆盖着 坚硬鳞片的巨兽 双眼犹如两团炽热的熔岩 在深海的黑暗中 燃烧着愤怒与狂暴 我和李吴泽 没有任何犹豫 把腿就跑 两道强劲的水柱 从他身旁 骤然喷涌了出 在蛟龙的爪子一挥之下 我迅速御用冲虚鬼步 勉强躲过了这一击 但李吴泽却没那么幸运 被水柱狠狠击中 好在蛟龙似乎受了伤 李吴泽才得以捡回一条命 但危机并未解除 蛟龙张开巨口 开始吸收周围的灵力 水流混合的灵力 形成了一道的强大的抵折 水中带有蛟龙灵力 沾上会大量消耗我们的灵气 使得我们无法前进半步 李吴泽急忙开始默念法诀 妙精蝉除被召唤而出 对着蛟龙 就是一口万年浓潭 根据山海一致记载 我知道妙精蝉除排名167 毒性极强 欲空境之下处之秒死 不过眼前李吴泽的这妙精蝉除 根本不是蛟龙的对手 这蛟龙 虽然一点不受毒性的影响 竟在山海意志中 没有任何记载 李吴泽这货找准时机 竟然抛下 我独自冲进了洞口 一旦妙精蝉毒液爆发 我肯定也得交代在这里 李吴泽从召唤出妙精蝉除那一刻开始 他就已经把我算计了进去 这个家伙真是个老六 自己跑了就算了 还特别炸毁了洞口 更重要的是 毒气也蔓延过来了 就在我以为自己难逃一劫时 胸口的树叶吊坠 突然发出淡淡的光芒 忘记树叶吊坠来历的宝子们 请一部本 合集二十四集 真是天助我眼 这玩意儿 原来是必毒的 这魔胶实力太强 使用玉兽诀 恐怕只能激募它 趁着蛟龙 啃十妙精蝉除的时 我反向朝着蛟龙的洞内游去 没准藏有什么宝贝 但很快 我就重重地撞在了一堵结界上 这结界厚实无比 显然需要一把钥匙才能打开 就在这时 蛟龙已经完全击败妙精蝉除 它灵活的游动巨大身躯 直奔我而来 看着死的不能再死的妙精蝉除 我知道自己已经无处可逃 只能拼尽全力一战 我调动全身灵力 使出了清源剑法 但蛟龙的灵片坚硬无比 我的攻击对它毫无作用 巨大的龙爪将我抓住 我已经无力反抗 我剩下的就是嘴匠王 大泥丘 你快把你爷爷捏爆了 蛟龙像是听懂了似的 捏得更紧了 我他妈真的快GG了 就在我快要昏迷时 突然听到一阵奇怪的声 紧接着 我体内一股熟悉的能量 将魔胶推开 我跌坐在地上 身上金光大圣 看着漂浮而出的圆胎 我知道这个小家伙 终于要出来了 下一秒 圆胎炸开 蛟龙有些害怕地想要逃跑 可还不等他跑 一到身影 将蛟龙庞大的身躯 切割出无数道口子 刚才还威武的蛟龙 竟被甩团团转 毫无还手之力 我心中大惊 这神秘圆胎 到底孕育出的是什么怪物 关键他还知道 攻击蛟龙的弱点 招招致命 似乎是诞生了灵质 就在他给蛟龙七寸处 来了一个对穿时 蛟龙被斩断 一颗蛟丹掉了出来 那我就不好意思地拿走了 这可是好东西啊 怎么也得提升一个大境界 但还没等我接触到蛟丹 他却不翼而飞了 转头看去 一只小猿猴 站在我肩膀上 正津津有味地吃着蛟丹 虽然有些无奈 但想到这小家伙 刚刚救了我一命 我也就失联了 因为我面前 还有一头完整的蛟龙尸体 嘿嘿 这次可真是赚大了 蛟龙身上的东西 可都是宝贝啊 这只小猴子 正准备享用美味的烤鱼呢 结果半路杀出个成咬精 一箭就把烤鱼给斩了 萧平天和廖昌平 看着已经弃绝的黎红 还有不省人事的李无泽 再三确认 黎红已经没了生机后 廖昌平催促赶紧离开 但是萧平天似乎还不甘心 一直盯着河里 想继续追杀王 廖昌平觉得 李无泽为了活命 已证实我死在了河底 不过 为了以防被其他人发现 廖昌平带着李无泽离开 留下萧平天 带人守在渭阳山周围 就在天快亮的时候 我从河里钻了出来 看到还有一丝元气的黎红 我连忙上前救着 黎红虚弱地抓住我的手 让我别白费力气了 我还想劝说 送他回玉寿宗 他却白手示意自己气数已尽 廖昌平也受了重伤 没个几十年 怕是恢复不过来 就在黎红说明 周围有埋伏时 小猴朝他跳了过去 黎红不敢相信地看着小猴 随后开始狂笑 觉得这是天不绝 玉寿宗的好兆头 笑吧 黎红严肃地问我是否 还想继续留在刘云宗 我毫不犹豫地回答 与刘云宗 从此只剩恩怨 黎红听后 将玉寿宗至宝勾玉 递给了我 让我给玉寿宗宗主看后 他自会明白 随后他还宣布 从此就是他的清传弟子了 我坚定地表示 定不负所托 在夜色中 我吃着烤鱼 围起山海意志 没有小猴的出处 黎红虽然也不知道 小猴的身份 但他能感受到 小猴身上散发出的 强大能量波动 便知道 他来历不凡 在我吃掉一口 美味的烤鱼时 小猴馋的口水直流 甚至他的肚子 还发出冥响 我这才意识到 他也一天没吃东西 于是我按照 山海意志里的养育方法 取出从顾贤德那里 顺来的稀有灵草 准备给他吃 我随口给小猴取名小白 并将灵草递给他 没想到 这货居然不识好歹地 把灵草拍掉 根本就不想吃 我只得拿起一条烤鱼 问他是不是要吃这个 小白一听 立刻兴奋地跳了起来 抓起烤鱼 就准备大吃特吃 就在这时 一道剑气袭来 我将小白提了起 以免他受伤 将小白搂入怀中 警惕地观察着周围 萧萍天从空中落下 忘不了嘲讽我一句命打 就连魔教都没干动 可惜还是落在了他的手里 我警报小白 问他为何总不放过我 而他落下时 随手就将小白的烤鱼 斩成两段 他阴沉着脸表示 每次见到我 他都觉得 像是丢了什么东西 只有我死他 才能安心修炼 他继续诬陷 我杀了御寿宗的长老 顾贤德下令 绝不能留我活口 小白趴在我怀里 不断颤抖 像是很害怕 萧萍天也不废话 直奔我而来 但小白像是 发了风势地挣脱我 赢了上去 萧萍天毫不在意小白 觉得只是一只猴子 怎么可能挡得住他 小白一拳轰在 萧萍天的剑上 强大的力量 震碎了他的剑 让他倒退了树 稳住身形的萧萍天 不敢相信自己的 天红宝剑 就这么碎 剑状 我思考着小白狂躁的原因 当看到他伤心地 盯着烤鱼时 我瞬间想明白了 拿出了我珍藏 多年的烤鱼招牌大喊 全力解决它 我给你烤十条鱼 见小白还处于猛逼状态 我加大筹码 一百条 外加天天吃大餐 文言 小白双眼 喷发出强力能量 兴奋的无以言表 强大的灵力 轰击在萧萍天身上 让他感受到了 前所未有的危机 就在那千军一发之际 我即将斩下决定性的意见 只取萧萍天的幸运 可谁知 突然间 一只无形的大手 从天而降 如同神奇的阻挠 将我的剑意生生阻断 化皆尚急 萧萍天被小白 一击轰出数公里之外 重重撞在一棵参天大树上 整个人瘫软在地 胸口两个血窟窿 触目惊心 他的眼神中 充满了惊恐与绝望 而此刻 我的目光却落在了 身旁的小白身上 他正低头为 那条烤云末哀 我心中一阵狂喜 这小白 竟然能力刻 刘云宗的剑子萧萍天 他的实力 至少达到了万法界 我瞥了一眼 萧萍天的人生面板 上面显示他 即将被上官晚所救 我知道 我必须赶在上官晚 到达之前 解决掉萧萍天 否则日后 必将酿成大火 大喊一声 萧师兄 明年的今天 话还没说完 一直虚幻的大手 将我重重往下一按 我的建议 瞬间天理轨迹 只是擦着萧萍天的 肩头划过 吓得他直接晕了过去 我无奈地转头 看着来人 上官晚偏然出现 我不禁吐槽 这位大姐来得也太快了吧 好歹让我把台词说完了 上官晚摇了摇头 示意我离开 就当今日什么都没发生过 我抱全感谢 后悔无期 带着小白潇洒转身离去 上官晚独自叹息 他似乎觉得自己和红秀 都错了什么 云霄阁内 顾贤德正在咆哮如雷 连他心爱的茶杯 都被摔得粉碎 萧萍天跪服在地 面如土色 失去了往日的义气风发 顾贤德一掌击出 怒斥萧萍天废物一笼 连一只猴子都对付不了 萧萍天被打得倒飞而出 口中鲜血喷涌 萧萍天再次跪地求饶 请求顾贤德给他一个 戴罪立功的机会 但顾贤德已经对他失去了耐心 觉得他浪费了自己太多的资源 他一脚踹出 将萧萍天踢得滚出数米远 发泄完之后 顾贤德才让萧萍天去疗伤 并告知他 叶楚云已经被悬赏通缉 让他不要去管 萧萍天听后连连磕头 表示感谢 然后强忍伤痛离开 整理好衣物 他心中充满了对叶楚云的仇恨 暗下决心一定要报我 这时 一名弟子不小心撞在了他身上 萧萍天的仇恨瞬间找到了出口 他一掌轰出 将那名弟子打得飞了出去 与此同时 廖昌平向顾贤德报告说 白竹青已经被抓住 顾贤德让他将李吴泽和白竹青的 证词传播出去 制造更多的舆论压力 七日后 玉兽宗山下 我带着小白历尽千辛万苦 终于来到了这里 刚一到就听见有人在议论纷纷 原来我已经被通缉了 而且赏金竟然高达 一万颗零食 我不禁感叹 这刘云宗为了抓我 真是下了血本啊 此时 小白也有陷入沉睡的前兆 等我找到住所 就让他好好休息一下 来到玉兽宗山门前 一个狗眼看人低的家伙 阻止我进入 我自报姓名 并说明来意 希望他能通报一声 玉兽宗宗主 可那家伙 一听我就是通缉令上的叶楚云 立刻变得激动起来 开始叫人 众人聚集而来 不论我如何解释 这些人已经被赏金冲昏头脑 根本听不进去 甚至有人掀下手为强 出手之人 觉得李吴泽的话 就是真的 仇恨已经将此人理智吞噬 文言 我猜测李吴泽 已经被刘云宗收买了 我也看向出手之人 此人 名叫孟克拓 境界达到了通幽一重 命数就一个心之口快 为了帮李长老报仇 孟克拓右手化为阴爪 空中一只魅鹰出现 释放灵气搅动空气 灵力的风属性席卷而来 我还是第一次跟通幽静的对抗 幸好 我有着冲须鬼法 可以快速移动 躲避攻击 御寿宗的其他人 看到我能在 玉空九重的魅鹰攻击下 安然无视 无故惊叹我的实力 孟克拓不想成为宗门的笑话 他拿出了法宝困寿司 随着他口念法诀 无数丝线喷涌而出 瞬间将我捆成了一个纵组 紧接着更加猛烈的攻击袭来 我知道糟了 这次恐怕是在劫难逃 玉寿宗内部关系如同三国沙 长老们阻挠我加入 真令人苦恼 可谁曾想 那正派的灵兽 竟然主动任我为主 这可真是天上掉馅饼的 强烈的灵力 瞬间吞噬了舞 周围的人都惊得目瞪口呆 孟克拓那小子 竟然洗上煤烧 以为他把我干掉了 还一脸得意地跟大家炫耀 可就在这时 一位骑着青牛的白须老者 缓缓走来 众人纷纷拜见 孟克拓一脸自大的跟宗主说 宗主您来了 我刚把叶楚瑜那小子给杀了 结果宗主一听 大惊失色 什么 你这小子 做事太莽撞了 我还有问题 要询问于他 孟克拓连忙跪地求饶 宗主 我也是气愤他 害了黎长老 一时没忍住 这才 他话还没说完 烟尘中我倾可两声 杀了个人 就禁毒三天 这惩罚 未免也太轻了吧 烟尘散去 虽然小白将带到飓风打散了 但我的上衣已经破碎 小白也陷入了沉睡 就让他在系统空间内 好好休息吧 运寿宗的女弟子们顿时尖叫起来 纷纷花吃起 我这攀若两人的变化 孟克拓也发现了 我一点事也没有 见状 老者让所有人退下 孟克拓只得无奈离开 这时我也看向了老者的人生面板 总结一句话 就是 蒋正卿这个宗主 是个值得信任的人 蒋正卿威严地问道 叶楚云 对于你的罪名 你做何解释 我笑了笑 从容不迫地说 宗主既然这样问我 想必心中应该是有答案的 我虽然是个天才 但也才远海静 就算偷袭 也无法干掉一个万法静长老 听到我的话 众人纷纷议论了起来 有人觉得有道理 有人选择相信李吴泽 蒋正卿让我跟他去宗内 他要仔细盘问 玉寿宗正殿 六名长老分别站于两旁 宗主蒋正卿 坐在主位道 各位师弟 此人便是叶楚云 三长老吴伯彦 毫不客气道 依我看 不如直接就地正法 也算给李师弟一个交代 五长老一脸堆笑道 是啊是啊 这样最好 也不会得罪刘云宗 我看着了一眼 他的人生念版 原来五长老名叫赵法 命术有胆小如鼠 保守主义 近期转折是重点 被威胁盗取御寿宗机密 至于大长老宁长空 和二长老段无牙 最新修炼 不够问宗门之事 剩下的四长老方言 和六长老曹玉科 都是吴伯彦的人 我暗自叹息 怪不得会被刘云宗压制 原来这御寿宗 全是反贼和内奸 唯一的忠臣李洪海 被杀了 方言叫我叹气 大喊道 你叹什么气 大殿之上 岂容你放肆 宗主蒋正卿联邦阻止 让我说说前因后果 我拿出御寗带淡然说道 李长老乃是被刘云宗 廖昌平重伤致死 吴伯彦一听极了 大喊 一派胡言 刘云宗一直与御寿宗交好 怎会做出这样的事情 我看你分明是想挑拨 两宗的关系 我递出离弘林中托付的御寗带 表示自己绝无半句序言 众人立马认出 离弘的御寗带 蒋正卿知道 离弘的御寗带设有尽致 所有让我能从中取一物 就能自证清白 听了全都很开心 因为他们知道 廖昌平亲眼看着离弘死的 觉得我肯定在鬼扯 甚至催促我快点 我嘴角上扬 让他们别心急 然后灵魂沟通 瞬间 御寿带飞出一枚勾玉 见状 吴伯彦一伙大惊 我呈上御灵带和勾玉 说明自己以拜离弘为师 是他的亲传弟子 从此加入御寿宗 六名长老神太各异 吴伯彦一伙还想劝阻 可是看见赤羽重情鸟信物勾玉后 蒋正清下定了决心 怒斥吴伯彦等人 宣布 叶楚云 从今日起 你就留在我御寿宗 魏央山一事 我日后定会调查清楚 我赶忙答应 心中夸赞着蒋宗主真用 觉得蒋正清能处 吴伯彦继续找茬 既然宗主一定要留下他 那也要遵守我们御寿宗的规矩 只有通过考核 才能成为宗门弟子 蒋宗主觉得我来自刘云宗 剑术肯定很强 但这里是御寿宗 考核更加注重御寿 他怕我担不起清传弟子的身份 随后用力一捏手中勾玉 重情鸟从他手中飞出 逐渐恢复巨大的身躯 盘旋在大殿内 下一秒 一道冲天光束射向空中 山下弟子纷纷听到重情鸟叫声 我清晰地感受到 重情鸟的能量开始进入我的体内 长老呢无比惊讶 因为赤羽重情鸟居然主动认主他 请不吝点赞订阅